我家的朝廷殿堂 干你什么事 我家的朝廷殿堂 谁家的朝廷殿堂 我家的 我们李家的 这个胆大包天的小男孩 就是七岁的李隆基 而这位气势逼人的妇人 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 几个小时前 李隆基快马加鞭前往皇宫 却在宫门口遭到 金武大将军的阻碍 因为策马不许入宫 李隆基听此直接就表明 干你什么事 你放肆 下来 闪开 站住 你给我回来 李隆基就这样 强行骑马进攻 当然这件事 很快就传进武则天的耳朵里 他不仅没生气 反而开怀大笑 夸赞李隆基 胆识过人了不起 还说起了自己当年 用铁鞭铁锤和匕首 驯马的故事 那会他也有一枪孤勇 而李隆基这个孙子 很有他当年的风采呀 众大臣一听这话 也纷纷开启彩虹屁模式 气氛一片好 可哪只玩笑过后 武则天又突然询问李隆基 刚才怎么对金武大将军说的 再说一遍 给祖母听听 我说 这是我家的朝廷殿堂 干你什么事 我家的朝廷殿堂 谁家的朝廷殿堂 我家的 我们李家的 这话一出 武则天变了脸色 这时的他才是那个 权倾天下的女皇 朝臣们见词也炸开了锅 纷纷指控李隆基大逆不道 李当严惩 武则天阴沉着脸表明 如此小的孩童能说出这些话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教导 挑唆 于是武则天一把抓住李隆基 问来问去 哪只李隆基竟说是自己想的 武则天脸色更加阴沉 当即就吩咐下去 彻查此事 在严刑拷打之下 一名宫女扛不住 将李隆基的母亲供了出来 宫女团儿 已经招供了 团儿说 都得非对孩子们讲过 朝廷殿堂本是李家的 不幸被天后篡夺 改姓了武 武则天一听这还了得 竟然有人公然挑衅自己的权威 于是直接将矛头对准李隆基一家 先是将窦得非处死 接着又将李隆基的父亲软禁宫中 最后将李隆基本人贬为林子王 囚禁七年之后又流放异地 李隆基做梦都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毁了整个家 他小心翼翼捡起母亲遗落的簪子 在宫中一处荒地 为他立了座衣冠种 他撕心裂肺地哭喊 可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总而言之这次的经历 让年幼的李隆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一颗仇恨的种子 也从此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总有一天 他要让武则天付出代价 来偿还自己所受到的苦楚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你是谁 小奴是刚进宫的奴婢 叫什么 小奴名叫高丽世 多大了 八岁 是谁叫你来的 小奴父母双亡 投奔宫里的高严福公公 高公公收小奴为养子 为小奴静了身子 送到宫里听差 眼前这个说话的小胖墩 就是千古贤唤第一人 高丽世 他一生忠心耿耿 尽心尽力辅佐唐玄宗李隆基 当然此时他才刚与李隆基相遇 花了三言两语 便成功逗笑李隆基 让他从母亲去世的悲伤情绪中走出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谢楚王殿下恩典 现在我已经不是楚王了 降为林姿王了 高丽世立刻乖巧地改口 并帮着李隆基修缮他母亲的衣冠种 修好后又主动收拾好包袱 跟着李隆基去了陆州 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而这二十年中 李隆基努力学习 骑射书画样样拿得出手 又广交好友 虽然确实没做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 也谈不上身受百姓爱戴 但对于李隆基本人而言 确实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 为日后他登上皇帝的宝座 奠定了基础 公元705年 十年82岁的武则天驾崩 太子李显在老臣的拥戴下登地位 但他这皇位做得并不稳当 毕竟他身性软弱胸无大致 又有个野心勃勃的皇后 一心效仿武则天想着自己当女皇 但偏偏为皇后的政治觉悟 又完全比不上武则天 在朝中瞎搞 一批对礼堂忠心耿耿的大臣军被打压 上位的都是些为皇后推荐的草包 所以李显继位几年了 不仅没能跟出武则天晚年的避证 反而愈演愈烈 为皇后甚至联合自己的党与一起 要求李显立他的女儿安乐公主 为皇太女 这自然引起一众老臣的反对 可哪知他话音刚落 安乐公主就跑了出来 在朝堂之上哭哭啼啼 当众撒泼 这一闹本来庄严肃穆的朝堂 直接成了菜市场 热闹是真热闹 李显头都大了 在心中暗骂自己太过骄纵女儿 这才让她长成了如今的模样 可她对撒泼的女儿又毫无办法 只能匆匆宣布退朝 躲进寝宫求个清静 说实在话她这性子 着实不是当皇帝的料 而这场闹剧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 宫外的太平公主也有所耳朵 她大发雷霆 想武则天暂时时那么宠爱她 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立她为皇太女 如今这行为的倒是胃口大 也不怕撑死自己 不过说是这么说 那实打实的兵权可是在为皇后手中 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太平公主有点担忧 这个被美女簇拥着看斗鸡的男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李隆基 不过此时她还是个小透明 每天吃喝玩乐看看美女 对江山设计不管不问 但其实这一切都只是假象而已 因为李隆基的身边 一直有为皇后的眼线 所以她只能用吃喝玩乐掩人耳目 实际上她一直暗中关注长安的动向 随时准备一飞冲天 而这个能让她一飞冲天的机会 即将到来 长安城里 皇帝李显正在为立太子一世左右为难 只好找到上官晚排游解难 如此一来既能得到太平公主的支持 又不会引起老臣的不满 皇寺之争也迎刃而解 李显听此连连点头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番对话一字不差 全部传进了为皇后的耳朵里 为皇后急了 一旦李旦真的成为太子 那她和女儿安乐肯定没了好日子 于是为皇后连夜找来自己的清醒 密谋着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搞死李显发动叮变 独揽大权 好 六月初六老母节 是吃酥饼的日子 我在宫中把事全办了 初六晚上你们带兵到长安城外 初期一早包围皇宫 今天是初四了还有两天 来得及吗 放心来得及 一定准时到她 不可对爱透露半个字 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遵征 为文为瑞按照命令 在宫外布置好一切 为皇后也连夜做好酥饼 然后在其中掺上毒药 并让女儿安乐公主端给离血 安乐公主几次触碰到餐盘 又缩回了手 毕竟李显对她这个女儿 是真的很不错 可惜最后的最后 她终究没抵过权力的诱惑 端起了那盘要命的酥饼 朝着李显的寝宫而去 哪知在半路上 正巧碰见了上官婉儿 安乐公主顿时一慌 神色紧张 上官婉儿多么聪慧的一个人 一下就看出了她的不对劲 于是正当安乐公主三番五次 请李显吃酥饼时 上官婉儿也捧着酥饼来道 你们都做了酥饼 朕该吃谁的呢 当然要吃女儿的了 您吃吗 陛下 今日虽是老母节 可也是臣妾的生日 李显一听这话 便选择拿起上官婉儿那盘酥饼 安乐公主见此 后槽牙都咬紧了 不过为了大事忍了 眼睁睁看着父亲吃完那块饼后 立刻就开始撒娇 李显没办法 只能又拿过女儿的酥饼吃了起来 上官婉儿想阻止 但又没有理由 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显吃下那块饼 心里期盼着是自己想多了 可惜当天晚上 李显就毒发身亡 说完太平公主就强行闯进宫去 然后便看到了唐中宗李显的尸体 太平公主忍不住痛哭起来 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妹 与此同时 杀死李显的凶手为皇后 正在后宫中拉拢上官婉儿 你放心 我带你一向亲如姐妹 日后宫中的事 我们俩一块商量 上官婉儿聪慧 早已猜到皇帝之死与为皇后有关 可事情已经成为定局 他就算知道真相也无力改变 于是只能答应为皇后 帮他稳住局势 而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你一份一招 皇后应效仿 则天皇帝的办法 先立陛下的幼子重冒为皇太子 您亲自临朝设政 以稳定大局 可他话音才刚落 为皇后之女安乐公主就跑出来 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怎么跟之前说的不一样 不是说让我当皇帝 为皇后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女儿 深深叹了口气 现在整个天下都是你母亲我的 还愁眉你的份 招个什么急 说完不等安乐公主反应 便让上官婉儿气草一招 上官婉儿听此却表明 你臣妾之见 还需加上向王监国 让他监国 为什么 上官婉儿不慌不忙地表明 从貌如今才十五岁 谁都知道他登上皇位 只是个提线木偶 真正掌权的还是你 所以若没有李氏皇族的人坚果 大臣们会不服气的 到那时局面就会失控 为皇后听此思考半晌 最终决定按照婉儿的建议来 恰巧此时 前殿传出吵闹声 原来是为皇后的情人兼亲信宗楚客 带兵来到李显陵前 声称自己是皇帝的守灵将军 要将太平公主赶走 太平公主冷笑出声 守灵 皇帝驾崩 我身为妹妹 竟然不知道 倒招了你这个外人来守灵 这是哪家的规矩 这是谁出的主意 说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宗楚客被太平公主步步景低 脑子乱作一团 不知如何反驳 关键时刻 为皇后闪亮登场 直接与太平公主来了个气场批评 不过为皇后终究太过年轻 压根比不过武则天的女儿 不过十秒 就呼吸急促败下阵来 深吸一口气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皇帝 促然驾崩 郑宇与公主和相王共议后事 那样子明摆着做贼心虚 太平公主见此冷哼一声 直接甩袖离去 与此同时 远在鹿州的李隆基 也通过暗探得知李显驾崩一事 她顿时眼睛一亮 一飞冲天的时机来了 这个皇孙要谋反 带着五百死士就想杀翻长安 所以行动前 她开始进行战前动员 我们是位皇室子弟 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唐的江山社稷 败坏在这帮奸贼手里头 何况 他们一旦稳住阵脚 势必要血洗我李氏皇族 眼下正是你死我活的危机关头 我们不得不铤而走险 再说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熬走了武则天 却又冒出一个为皇后 把持朝政排除一击 身为李氏子孙 这时候就得站出来拨乱反正 李隆基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 兄弟们听得热血沸腾 我带领家兵同仆做你的后盾 三弟 大哥无能 不能亲自助战 我在家焚香助导你们马到成功 玄宗勇敢非有失自己辈 兄弟们是帮不上大忙 只能在背后加油助威 正说着奴仆前来禀报 说太平公主派人前来 这才是真正的大腿 母亲说 三郎起兵举世 他全力扶持 这是外祖母赐给他的宝剑 他让我借给三表哥 一来表明他的心意 二来可以辟邪助威 有了太平公主的权力支持 李隆基干劲更足了 当即就开始部署战略计划 李隆基让长孙兴 深夜子十三刻在西侧门等候 以机掌声为号将门打开 长孙兄 举世的队伍能否顺利进攻 可就全靠你了 三郎 你放心吧 可这话说得好听 该出岔子还得出 吴将军深夜来找长孙兴 让他交出城门钥匙 长孙兴猛了 他与李隆基乃是连京 只要李隆基能成事 他也跟着一飞冲天 临到关头若真交出钥匙 导致造反失败 到内室不止李隆基要死 他乃至他全家一个也活不下来 可长孙兴也不敢直接拒绝 只能东扯西扯拖延时间 没有太后的手谕 下官岂敢交出钥匙啊 那好啊 你跟我一起去见太后吧 不行 这钥匙房可不能没有人呢 总而言之 最后长孙兴还是交出了钥匙 与此同时 李隆基已经来到城门前 可长星都拍红了 城门依旧没开 李隆基明白肯定是出了岔子 于是当即改变计划 命手下翻墙而入 与皇宫侍卫厮杀 在命城外埋伏好的人马强行攻城 当然这么打肯定会打不赢 毕竟人数悬殊 只能选择策反对手 弟兄们 别打了 都住手 大家听我说 为皇后母女 毒死了先皇陛下 阴谋篡位 而等都是大唐的剑儿 岂能跟着为氏家族反叛大唐 今夜 林子王李隆基殿下 骑兵举世 我们大家 要保卫大唐社稷 诛灭为士逆党 拥戴向王 以安天下 到底是李唐天下深入人心 三言两语下来 士兵们还真就选择相信 直接改换阵营 而李隆基带着众人一起 直逼为皇后寝宫 中途还遇上宗楚客 李隆基三下午除二 直接送他上了西天 为皇后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败了 女皇梦也就此破碎 接下来就该清算为皇后的党羽了 拉下去 上官婉儿就要被处死了 她曾经是武则天身边 最为信任的女官 可武则天死后 她的靠山也就没了 在为皇后堵死唐中宗李显后 她未保性命 不得不加入为皇后的阵营 帮其写假一照篡夺皇位 但哪知灵资王李隆基当机立断 趁着为皇后还未彻底站稳脚跟 起兵弄死了她 这下上官婉儿就有点尴尬 因为李隆基直接把她 归咎于为士一党 将大刀对准了她 上官婉儿 你从小追随我祖母 帮助她篡权夺位 祖母驾崩 你又成了为后的帮凶 助纣为虐 想洗刷你的罪行 我岂能留你 上官婉儿赶紧解释 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而且为皇后逼我写一招事 我提议过请向王坚国参与正事 只是他们没同意 再说了先帝惨遭为士毒害 也是我貌似给太平公主送的信 姑母可有此事 绝无此事 上官婉儿惊呆了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是到如今 她就算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只能认命 高丽氏见此 想为这位大财女求求情 毕竟上官婉儿确实有财 可话还没说完 外面就传来一声惨叫 这位名震天下的大财女 就这么结束了她的一生 为皇后的风波就此平息 而向王李诞 在几个儿子和太平公主的劝说下 稀里糊涂地登上了皇位 太平公主看着笑得和不拢嘴的李诞 也笑着表明 李诞听此连连点头 好啊好啊 往后得请妹妹多多指教 可李诞不知道的是 太平公主的这句话 在李隆基耳朵里却变了尾 她觉得自己这个姑母 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主 很快就到了李诞登基之日 只见太平公主先一步走上高台 将那个只做了十五天的小胖墩 赶下龙椅 小胖蹲委屈极了 可也不得不听 而等李诞坐到龙椅上之后 太平公主十分自然地 坐在了李诞的旁边 满脸笑意地跟李诞一起 享受着百官的朝拜 李隆基默不作声观察着这一切 心里有了盘算 登基大典结束后 姚崇和宋锦迫不及待找到李诞 让他赶紧策立太子 而他们心目中太子的最佳人选 自然就是平定为时风波的李隆基 李诞听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言 连连点头 但嘴上却是立太子一事 你们得去问问太平公主的意见 两人面面相去甘大离场 奴婢特来向宁王殿下 道喜讨赏啊 我有什么喜啊 奴婢听说 殿下要当皇太子了 岂不是大喜啊 可哪知宁王一听这话 却顿时一惊 再说了我若当了太子 又将三郎置于何地 高丽氏听此心中满意 他此次前来贺喜并非真的贺喜 而是替主子李隆基 试探宁王的态度 看看他有没有争夺地位之心 宁王如今的反应正是他想看到的 不过试探还未结束 高丽氏又告诉宁王 说三郎李隆基正打算上奏离开长安 宁王一听这话急坏了 赶忙去找亲爹李诞 高丽氏看着他的背影笑了 看样子 自己主子的皇位算是稳了 而宁王见到亲爹之后 立刻表明自己才书学浅南堪大人 并恳求他立三弟李隆基为太子 毕竟李隆基才是人中龙凤 此次除去为师又立了大功 是皇太子之位的不二人选 而宁王的话才刚说完 高丽氏就立刻前来禀报 说姚崇宋景等一众大臣求见 而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 也是求李诞册封李隆基为太子 李诞看着众人 有点不知所措 册封宁王为太子是太平公主建议的 他无法拒绝 想了想最后让高丽氏 去请太平公主前来 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 可李诞还是犹豫不决 不过他的性子着实有点软 根本架不注重大臣一个劲的催促 于是最后终究选择妥协 立李隆基为太子 等太平公主收到消息 一切为时已晚 想当初他推荐宁王为太子 是因为看宁王能力不行 只有他尚未自己才能大权在我 可李隆基却是一匹狼 不会让任何人掌控 当然就算如此 太平公主也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毕竟尝过了权力的滋味 又怎么能接受 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公主 于是太平公主找到李隆基 虚伪地上演着孤知情深的戏码 并将自己的贴身侍女圆秋儿 赐给李隆基 美其名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实际上是安插一名眼线 坚持她的一举一动 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太平公主在朝政之势上 处处与李隆基的意见相对 还顺带收买了大将军葛福顺 为日后兵便做准备 当然李隆基也不惯着她 两人争锋相对 那么谁能赢得这场 关乎性命的战争呢 不敢 好啊 你们背着我挑唆陛下 贬我出京 还不许我去见她 好啊 李三浪 我跟你使不两立 太平公主越来越过分了 仗着皇帝哥哥对自己的宠爱 不仅在朝政上指手画脚 还大肆占用明帝欺压百姓 大臣们不满纷纷上奏指责她 可哪知 皇帝却觉得也不过就那么回事 有什么可计较的 大臣们简直是无语了 太子李隆基也气炸了 跟皇帝不同 李隆基清楚地知道太平公主的野心 也能体谅百姓的疾苦 更加明白在这样下去 天下必定封烟四起 于是李隆基联合姚崇宋锦一起 打算奏请皇上 将太平公主逐出京城 说干就干 姚崇宋锦立刻开始收集 太平公主种种罪证 找到所有被欺压的苦主 将他们一同带到了皇帝李旦面前 李旦本不相信 自己的妹妹会做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可证据证人都摆在他面前 由不得他不相信 只是没想就算如此 李旦也下不了狠心 宋锦见此赶忙表明 朝野纷纷议论 国有太平 不太平 将太平公主先遣出城安 暂时安置在外地 这样既可以平息朝中的议论 又同意安定国内民心 往陛下胜财 李旦听此沉默了 众人见此互相使了的眼色 然后直接提出 既然陛下您做不出决定 那咱就先告辞了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就听天由命吧 这些苦主也只能白白受苦 这话一出 李旦才有了反应 还是那句话 他是个心软的人 于是最终他还是答应 将太平公主逐出京城 太平公主得知此事 勃然大怒 而且他也不甘心就此认输 虽然人是回了封地 但隔三差五就给李旦写信 信中表达思念之情 李旦一看吧又心软 毕竟他只有这一个亲妹妹 于是终究还是下令 将太平公主又接了回来 这下可把姚虫送紧急坏了 好不容易将人送走 结果没几天又回来了 真厉害啊 太像他的母亲了 像他母亲一样有心计 谈痊愈 就是没有他母亲那样的气魄 和才干 是啊 所以他这次回来 非但不会有所收敛 反而会变本加厉 这样朝廷又将多事了 而他俩说的一点没错 太平公主是恨透了李隆基 所以一回来就开启复仇模式 直接在李旦尔边吹风 于是姚虫送紧接连被贬值 李隆基也常常受训斥 接着太平公主又大肆培之党女 在整个朝中一手遮天 甚至打算设计废了李隆基的 太子之位 自从太平公主重归京城 便直接开启复仇模式 他联合一众亲信以下一封假照 打算废掉李隆基 毕竟李隆基 尚未他必定会倒霉 可太平公主千算万算没算到 自己的亲儿子薛虫简 偷听到了这事 于是连夜去找陈玄里 把其妈举报了 陈玄里气炸了 当初他投靠太平 就是觉得太平是大唐公主 正直无私 可没想到自从朱灭为世以来 太平就完全变了个人 一心只考虑自己的权势和私利 倘若这次他得手 怕是又要出一个心狠手辣的女皇啊 到那时 别说我这个将军 就是你 他亲生的儿子 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下场 与此同时 太平公主还不知事情暴露 正跟心腹赏月 忽然看到一彗星划过 心中大喜 这可是天赐良机 当即便带着个和尚找到皇帝李旦 说此心相是太子谋反的欲照 得赶快把李隆基废掉 李旦又又又不知所措 但偏偏在这时小太监前来禀报 说太子求见 关键是他也带了个和尚 也是来解释心相 且这个和尚的判断 是此心相是有妇人专权 压制皇帝 太平公主一听这话怒了 李隆基见此也赶忙表明 李隆基建劝不动礼担 于是直接将那封假仪照拿了出来 太平公主慌了 赶紧跪下解释 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李旦的皇位 李隆基也赶忙插嘴 指责太平公主的行为 跟当初的为师一模一样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直说的李旦头痛欲裂 怒吼着打断两人的争辩 并将他们赶了出去 而等他们离开之后 李旦便询问高丽世 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想当初他本来就不愿意当皇帝 可他们非要我当 我登基以来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一边是妹妹一边是儿子 要把他给折磨死 高丽世听此剑缝插针的表明 顺应天命 李旦一听 萌生了提前退位的想法 对呀 顺天意 朕索性把皇位让给太子 顺天意而为 这样 朕从此可以清静了 因此在公元712年 李旦正是禅位于太子李隆基 可这么一来 太平公主就气个半死 直接开启差家模式 薛崇剑此类眼婆娑的劝母亲 你与太子为敌是没有好处的 现在太子已经登基 你怎么能再跟大唐皇帝为敌呀 太平公主一听这话更起了 人家都跟父母一条心 偏你个逆子跟老娘作对 早知道如此生你不如生个棒锤 想到这太平抄起鞭子 就将薛崇剑一顿抽 抽完以后又再次召集党女 准备对李隆基下手 现在已经是后退无路了 只有按公主殿下的部署行事 带兵围住皇宫 可恨陈玄礼不跟我一条心 否则金木军进宫就好办了 现在就全靠你了 葛福顺自然一口答应 与此同时李隆基也没闲着 听到风声的他也找来心腹 商议对策 几人一合计决定 让太平公主先动手 毕竟太平是李隆基的亲公女 且她虽然也爱权利 但终究不像为皇后那样 为了权利甚至毒害皇帝 所以得太平公主先动手 李隆基才有了名正言顺 斩杀她的理由 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李隆基没想到的是 太平公主还有后手 那就是她早早就安插在 李隆基身边的探子丘尔 这天太平找到丘尔 好一阵嘘寒问暖 然后又花大饼说要给她建府邸 还要收她为一女封她为公主 丘尔本是个奴婢 一听这话高兴得不行 感激替灵地跪在地上喊母亲 太平见她如此好伙 便将自己要杀李隆基的计划 告诉了她 然后起身拿了个盒子给她 把这个拿走 九月初三上午 给她调吃剑粉时放进去 这是什么 这是泽天皇后毒素两个哥哥用的毒药 鸡鸣追魂散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丘尔再傻也明白 太平这是想让她毒杀李隆基 可她怎么敢 太平见此直接威逼利诱 你难道不知道吗 如今三郎魔刀祸祸祸 随时要动手抓我杀我 有她在就一刻已容不得我呀 你难道眼看着你母亲活活被她绞死吗 只有除了她 你母亲才有活路 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名义公主 我们才能共享太平 丘尔 我是晚半无奈才求你的 你既然敢为我赴汤蹈火 为何不轻而易举地救我一命呢 这话术是真牛逼 丘尔直接被忽悠权了 答应下毒 美貌侍女端来一杯茶 李隆基当即就想一饮而尽 可她不知道那茶中含有剧毒 只忙着关心美貌侍女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病了 没 没什么 这几天你也太劳累了 赶快回房歇息去吧 丘尔应声离去 李隆基继续饮茶 可就在她要喝下去的前一秒 高丽氏急忙打断了她 陛下 袁秋儿今天的神色有些异常啊 怎么了 陛下 她不是太平公主送给您的吗 这样的人 怎么还留在身边呢 李隆基却觉得她想多了 虽然秋儿是太平公主送来的 但她不仅人长得好看 还心地善良单纯可爱 是的男人都喜欢她 说着就又将茶碗送到嘴边 躲在一旁暗中观察的秋儿急了 赶忙冲了出来 您不能喝 陛下 您不能喝 看着李隆基疑惑的眼神 内心备受折磨的秋儿 夺过茶碗一饮而尽 接着她跪在地上 将太平公主毒杀李隆基的计划 一字不落全说了 刚说完要效就恰到好处的发作了 李隆基赶忙上前搀扶 秋儿见此有气无力的表明 说完便咽了气 李隆基怒火中烧 恨不得立刻砍了太平公主 而与此同时 太平公主以为毒杀李隆基 一定会成功 于是正假冒胎上皇的名义 起草了一份圣旨 圣旨内容是皇上驾崩公主继位 可她做梦都想不到 秋儿会背叛她 而这信息一错位吧 李隆基便借着这时间差 清点好了人马 安排好了反击 首先是封锁宫门不进不出 然后抽掉精英 将太平公主的亲信一网打尽 黄昏以后率五百建军 包围太平公主府 押送公主进攻来建阵 而如此大的动作 依旧没引起太平公主的警惕心 她还在坐着李隆基死 自己登基为敌的美梦 压根就没想过 万一秋儿行动失败 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补救 再看看李隆基 她就聪明多了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派兵包围公主府 也不忘吩咐下去 不得惊扰百姓 这一对比不得不说 太平公主输的不冤 更为关键的是 太平公主她压根不相信 也不愿相信自己会输 还打算做困兽之斗 想带着亲信直接打进皇宫 杀了李隆基 但就她那点子人马 还没开始呢 就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她手下不少心腹也被抓了 得这下只能开始逃窜了 到这太平公主才聪明了点 打算去找亲哥哥太上皇球员 可这次她能成功吗 我是谁 我是太平公主 我是天底下第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的独生女儿 我身上流的是母亲传给我的血 我胸中跳的是母亲流给我的心 然而我绝不在你小小的三郎面前 低头称臣 讨一口残羹圣饭 我太平公主宁死不屈 三郎 你居然想废我为数字 向幽静做梦 太平公主本想效仿母亲武则天 成为大唐第二位女皇 然而她的手段撑不起她的野心 最后不仅没能除掉唐玄宗李隆基 自己还落得个慌忙逃窜 急匆匆去找最后的保命底牌 亲哥李旦 也就是李隆基他爹 然而李隆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早早派遣高丽氏去与亲爹下棋 分散亲爹的主意 让他不要关注外面的事情 眼看亲哥靠不住 太平公主只能又急忙逃出宫 准备投奔大将葛福顺 可葛福顺这人说的好听点 是政治立场不坚定 说的不好听她就是个强头草 一听太平公主逃出宫 让她去护驾 心里立刻飘忽不定 这个时候仓皇出逃 肯定是计划出了纰漏 估摸着大势一去 于是葛福顺当即吩咐下去 原路返回 竟是打算直接与太平公主划清界限 听说了此事的李隆基 笑得直不起药 幸灾乐祸的调侃气葛福顺 说这人到关键时刻还不算太笨 随后便让陈玄礼快马加鞭 追击太平公主 此时太平公主已经开始逃亡之旅 哪知跑着跑着 身后竟传来儿子薛崇俭的声音 他竟也是追捕大军中的一员 真不如伸个棒锤 就这么跑着跑着 太平跑到了悬崖边 老天爷也不站在他这边 薛崇俭见此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想劝母亲迷途知返 回去认个错 一切回到从前 太平听此癫狂大笑 就在这时李隆基也赶了过来 真心实意地表明 只要太平跟着回去 他绝对不以谋反罪论处 太平听此丝毫不领情 好一个宽厚仁慈的皇帝 你胜我败了 你居高临下不以叛逆罪论处 撞出一副怜悯之态 废我为庶人 终身幽禁 呸你妄想 我是谁 我是太平公主 我是天底下第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的独生女儿 我身上流的是母亲传给我的血 我胸中跳的是母亲留给我的心 然而我绝不在你小小的三郎面前低头称臣 讨一口残羹圣饭 我太平公主 宁死不屈 三郎 你居然想废我为庶子 向幽静做梦 是啊 她是太平公主 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武则天 最宠爱的女儿 所以哪怕到了如今的地步 她也绝不会为了活命 放下皇室贵族的骄傲 向侄子俯首称臣 她宁死不屈 母亲 你不孝的女儿 借你来了 说把她拔出宝剑 结束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太平公主就这样死了 李隆基除掉姑姑太平公主后 心情在好开启了庆宫party party上赵丽飞亲自跳舞助行 那曼妙的舞姿 看得李隆基心神荡漾 不自觉起身来到舞台中央 跟着一起跳 大臣们见此纷纷拍掌叫好 言语之间竟是谄媚之词 更有甚者 还给李隆基介绍起了美女 说是这宫中有位才人 名叫五云儿 弹得一首好琵琶 愿为陛下演奏助兴 李隆基一听这话眼睛一亮 好啊 请让一下 让一下 五云儿拿起琵琶施展才艺 边弹还边用含情默默的眼神 盯着李隆基 而李隆基已经看呆了 这五云儿不仅琵琶弹得好 还貌美如花 让人看着就不自觉勾起嘴角 身体里也涌出一股热影 恨不得立刻就扑上去 不过如今还在开party 只能放弃 而party结束 李隆基还得去处理正事 等工作结束已经很晚了 于是李隆基决定就地休息 可就在这时 一阵熟悉的琵琶声传来 这么晚了 还有人在弹琵琶 努必马上去查问一下 李隆基拦住高丽氏 若有所思地向外走去 随着琵琶声 走到了五云儿的寝宫外 很显然这半夜弹琵琶 明摆着就是故意的 不过也不怪五云儿耍小心思 主要他入宫已经四年 都未曾见过圣上 如今好不容易露了一次脸 自然得趁着这大好时机 在圣上心底留下一席之地 而李隆基也明白他的心思 但他长得好看了 所以算计也就不是算计 因此李隆基只是眼带笑意地看着他 弹得好啊 奴婢不知陛下驾铃 有时恭迎 忘起恕罪 起来吧起来吧 李隆基走进屋内 极其自然地坐到床上 欣赏着美人的弹奏 眼里的爱意都快要溢出来 坐着欣赏还不够 还惬意地躺了下来 听着小曲睡着了 这姿势有点销魂 五云儿见此起身吹灭蜡烛 又贴心地为李隆基脱去鞋子 小心翼翼帮他盖被子 可就在这时 李隆基刷得睁开了眼睛 并伸手抓住五云儿 五云儿也娇羞地一笑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 坐在门口的高丽市 见屋内最后一盏蜡烛也灭了 无奈地摇头发笑 看样子皇上今晚要在这过夜了 一夜春宵精神备报 次日早朝之上 李隆基就开始对太平公主的心腹 修后算账 李隆基为除掉手握兵权的 墙头草葛福顺 可谓是步步为营用心良苦 他先是封葛福顺为兵部尚书 接着又告诉葛福顺 自己在五天后会去离山阅兵 但实际上他另有打算 朕要提前到明天 明天 那奴婢立即通知兵部 不 不要通知兵部 让陈玄礼王毛仲带几个人 随朕一起明日上午直奔离山 我要给葛福顺一个猝不及防 而葛福顺果然没辜负他的期望 不仅没有组织士兵操练 还带着一众心腹离开了离山 饮酒作乐 玩得正高兴时 突然有人来抱皇上来了 葛福顺顿时大惊失色 赶紧将歌女赶走 然后带着心腹着急忙慌地赶到离山 指挥士兵演练 可由于事先没做准备便匆匆指挥 士兵们的表现惨不忍睹 演练起来毫无章法乱作一团 那闲散懈怠带的模样 把李隆基气得火冒三丈 虽然来之前他就想到 会有这么个场面 但没想到竟比他想得还要糟糕 本来只想借题发挥的李隆基 是真的大发雷霆 并打算斩了葛福顺的心腹堂哨 毕竟这次演习总指挥是他 葛福顺听词 扑通一声跪在李隆基面前 面带恳求地看着他 李隆基瞥了他一眼表明 葛福顺大气不敢出一个 即便他知道李隆基这是在针对他 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毕竟此事终究是他理亏 再说了他自己都尼菩萨过疆 哪还有心思 去救一个犯了错的心腹 不过这事可不是他不说话 就能过去的 李隆基绕了这么一大圈 也不是为了杀个小小的唐少 于是唐少人头刚一落地 李隆基就立刻掉转矛头 葛福顺 陈在 唐少是你的副将 你身为兵部尚书 御林军总指挥 用这样的人当你的右军指挥官 你该当何罪啊 葛福顺下得手也哆嗦声音也颤抖 磕磕绊绊地说是自己用人不当 罪该万死 李隆基听此倾笑出声 不是你用人不当 是朕用你不当 把葛福顺绑下 斩 此话一出不仅是葛福顺 就连高丽氏和陈璇里都惊呆了 纷纷为葛福顺求情 主要他现在还不能死 因为边关战士正吃紧 葛福顺虽然是个墙头草 且私生活混乱 但打仗还是很可以 杀了他容易动摇军心 再加上葛福顺也确实为大唐力过功 就从轻发落吧 李隆基一听也觉得有点道理 于是使了个眼神 高丽氏见此赶忙上前帮枪 给李隆基搭了个台阶 于是最后的最后 葛福顺保住一条命 但被霸直流放 而解决完这个心腹大患 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 当朝宰相张悦 我李隆范也是龙子龙孙的 倘若真能做一日 可汗皇帝也死而无憾呢 眼前这个口出狂言的男人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兄弟 李隆范身为皇亲国妻的他 小日子过得是悠哉悠哉 但谁能想到因为一句话 他竟丢了性命 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自从李隆基登基以后 李隆基的老师张悦 便自认为有功挑了 不仅利用中书令这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职位大肆敛财 还暗中勾搭皇亲国妻 权倾朝野 李隆基对此局面很不满意 于是派人接回前朝元老姚崇 想让他担任宰相一职 压压张悦的锐起 而姚崇见到李隆基后 直接提出三个要求 其则天皇帝临朝 一贯以言行治国 臣请今后以仁义代天下 先朝最大的必正在于听任皇亲国戚 横行不乏 臣以为今后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 还得削减皇亲国戚的俸禄 不得铺张浪费 其三后宫不得干政 关于这三点李隆基全部答应 可这么一来就碰到了不少人的蛋糕 比如李隆范又比如张悦 一个不能再肆意浪费花天酒地 另一个丢了中书令之位 于是这俩人就联合在一起 想方设法要打倒姚崇 还时不时带上三五心腹 一起饮酒作乐听取嫖娼 可殊不知他们的种种行为 早已被姚崇安插的眼线 看得一清二楚 并很快就传到姚崇耳朵里 姚崇连夜就去找李隆基 打算借此参他们一本 但刚一进攻 就恰巧遇到高丽氏 姚崇灵光一闪表明 高公公可曾听说过 长安城内有一位著名的乐师 叫李归年的吗 听说过 陛下一直想请他到宫里去演奏 正巧 此刻他正在齐王府内演奏 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啊 说完又原路返回了 高丽氏若有所思 明白这其中定有问题 于是带着小跟班 就亲自前往李隆范府上一探究竟 而他抵达之时 李隆范明显已经喝高了 于是高丽氏就听到了这句话 我李隆范也是龙子龙孙的 倘若真能做一日 可汗皇帝也似而无憾啊 啊 哈哈哈哈 此话一出 在场中人瞬间酒醒了一半 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即便你说的是罪话 即便你真的是有口无心 但若是这句话落入有心人而理 就有了谋反嫌疑 整个大厅瞬间变得寂静 而高丽氏也是心意惊 当即就转身回宫 将自己看到的景象 和李隆范说的那句罪话 全部说给李隆基听 而李隆基大发雷霆 毕竟皇帝都是多疑的 在皇权面前亲情更是不知一体 偏偏李隆范还丝毫不知反省 李隆基怒火冲天 无故众位大臣的劝谑 执意要杀死亲弟弟 李隆范这才知道着急 会在地上不停求饶 可李隆基已经被怒火冲昏头脑 啥也听不进去 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压下去 李隆范那叫一个绝望 都打算任命赴死 但就在这时太上皇李隆 颤颤巍巍走了进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为李隆范求情 三郎 隆范之罪 真以尽之 难道你真的要杀死隆范吗 为父深知你治国之难 可是隆范毕竟是你的 同胞兄弟呀 真实在不忍心 再看到咱李家兄弟 在自相残杀了呀 李旦说着就要跪下 恳求李隆基再给李隆范一个机会 至少别要他的命 李隆基见此左右为难 若自己执意要杀李隆范 那也太不给太上皇面子了 毕竟是亲爹呀 但若是不杀 他又过不去心里的看 再说了他执意要杀李隆范 也是想给朝廷上上下下的官员 一个警告 警告他们不要太过放肆 毕竟自己可是连亲弟都杀 何况他们 渴望着亲爹苦苦哀求的模样 李隆基终究还是有点心软 想了想最后亲自扶起李隆范 并表明 隆范 朕在 我们李氏兄弟 手足之请有口戒备 你是朕的爱帝 大唐的功臣 利应以国家的设计为重 与朕同心同德 怎么能怨恨朝廷 忤逆犯上啊 如今 惊动了太上皇圣家 亲自为你说情 你呀 你呀 朕恕你无罪 望你好自为之吧 李隆范听此眼泪鼻涕一起流 还好亲爹来得早 不然脑袋不饱 而经此一世 他也终于聪明了点 边哭颠表明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给皇室蒙羞 如今能得陛下宽恕 那是感激不尽 并当场立下誓言 今后若有二星人神贡猪 李隆基很是满意 这话就相当于给李隆范上了个枷锁 看他还敢不敢嚣张 接着李隆基又借此事 敲打了几位重臣 此后朝野上下事都少了不少 李隆基也终于有时间 泡后宫的美女了 这个美貌女子 为挽回皇帝的恩宠 使尽浑身解数跳起舞来 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 赵丽妃也是拿了 王子与灰姑娘剧本的灰姑娘 赵丽妃出身卑微 卑微倒在青楼待过一段时间 但好在她运气很好 在青楼遇到了还不是皇帝的李隆基 李隆基见色起义 将她带回自己府邸 后来李隆基登基为帝 赵丽妃又因为生下皇长子 一跃成为三妃之一的丽妃 在后宫中颇有颜面 对比她的出生 简直就是一妃冲天 可问题也就来了 这宫中加力三千 李隆基又是个喜新厌旧的 很快赵丽妃就被五月取代 只能独守空房 李隆基好不容易来一次 还是为了来看儿子 但赵丽妃也管不了许多 她只能鼓足了劲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希望能重新获得盛宠 不得不说她这招数虽老但确实有用 成功吸引李隆基 她娜子都快留下来 可就在这时 宫女突然前来禀报 起奏陛下 什么事 才人五月儿病了 命奴婢前来奏之 李隆基瞬间变了脸色 赵丽妃见此极了 去请一一救世了 这种事还来打扰陛下 下去 陛下 我接着唱吧 好 唱吧 唱吧 凑月 赵丽妃继续摇曳生姿 但很显然 李隆基的心已经不再者了 坐立难安的她最终还是起身 表示要去看看五月儿 说完转身就走 赵丽妃顿时流下眼泪 而很快她又受到了一个重大打击 五月儿怀孕了 赵丽妃怒急攻心病倒在床 看到儿子李因更是悲从中来 为娘本就出生低微 在朝中无一点清醒 如今又没有了你父皇的宠爱 真是苦了儿子你了 但赵丽妃不知道的是 李隆基竟打算立李因为皇太子 最先得知这消息的五月儿心里一紧 自己肚子里的还没出来呢 怎么就要立太子了 当然表面上她依旧是一副温柔的模样 妾身以为有家事论 陛下不嫌尹王之母地位卑微 则贤而立 对丽妃有情有义大仁大德 有国事论 尹王是长子 立长子乃天经地义 陛下如此贤明 定能安公为定天下 李隆基一听更喜欢她了 全然不知五月儿心里的算盘 次日一早 五月儿来到赵丽妃请宫 将李因被立为太子的事告诉她 还表示此事都是她促成的 赵丽妃听此 感动得稀里哗啦 差点没把五月儿当成亲妈 直到死前也不忘 替五月儿说好话 这不五月儿赢麻了 这个女人身患重病 还兴奋地跳着舞 只为博德皇帝的欢心 但跳着跳着体力不支 瘫倒在地 可她还要挣扎着起身继续跳 直到再次跌倒在地 唐玄宗李隆基急了 赶忙上前搀扶 立丁 你怎么了 赵丽妃本想让她不要担心 可还没开口就止不住地咳嗽 直到咳出血来 这可把李隆基担心死了 连忙让人请御医 然后亲自将赵丽妃抱进殿内 赵丽妃奄奄一息 但还是强撑着精神 诉说着自己对李隆基的情谊 把李隆基感动得稀里哗啦 赵丽妃见此 见凤插针为才人五云说好话 并求李隆基封她为妃 要云儿服侍陛下 臣妃就放心了 要说赵丽妃为啥这么帮五云儿 那当然是五云儿设了个急 让赵丽妃以为自己儿子能当上太子 是她帮的忙 而李隆基为了让赵丽妃安心养病 对于封妃一事一口答应 然而这是说着容易 做起来可难 这不李隆基刚对皇后提起这事 皇后就炸了 五云儿是五幽子的女儿 五三四的堂侄女 这有何妨呢 陛下 则天皇帝晚年 五世一族 封王败相 操纵了朝廷大权 把李氏宗族视为仇敌 前前后后杀了多少李家皇族的人 这和五云儿有什么关系呢 可他毕竟是五家的后代呀 五三四得势的时候 云儿还是个孩子呢 可说是这么说 李隆基自己也明白 若是皇后都不同意这事 朝中那些大臣就更不同意了 所以枫妃一世只能暂且搁置 可这么一来 五云儿就急坏了 明明他也为皇上生下了笼子 凭什么因为他姓武 就剥夺了他枫妃的资格 但极又有什么用 只要皇后一天不松口 枫妃一世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可要想让皇后松口 和其艰难 五云儿束手无策 没办法他只能想方设法 联系上娘家人 并让他们给他出个主意 不得不说 这老五家的人都是狠人了 一番商讨还真想出了个好主意 那就是让五云儿将刚生下的孩子 拱手送给王皇后 毕竟王皇后不能生育 这么一来必定能讨得他的欢心 肯真的很 可偏偏五云儿也不是个善茬 虽然他也很舍不得 自己刚生下的儿子 但一权衡利弊 他就觉得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不仅能讨得皇后欢心 还能让自己儿子成为嫡子 将来坐上皇位就简单多了 于是五云儿一口答应下来 如果皇后娘娘认他做了儿子 他定会服大命的 陛下也会喜欢他的 请娘娘接受奴婢的一片赤诚之心吧 一直膝下五子的王皇后听词 自然是喜出望外 对五云儿的印象也变得很好 真没想到五云儿如此贤得温顺 说的话倒也知情达理 是啊 可见五家的后代并不都是坏人 而李隆基的心情也甚好 因为他一直都想封五云儿为妃 但奈何五云儿姓五啊 五则天的五 所以封妃的是一职歌志 如今有了让子一事 不仅王皇后对风妃松了口 朝中大臣也在无话可说 五云儿也终于如愿以偿的 坐上了妃子之位 史称五会妃 王皇后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 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 可王皇后做梦都想不到 五云儿的野心不止于此 皇后的宝座才是她的最终目标 因此她已经在盘算着 如何扳倒王皇后 不过还没等她想出妙计 前朝就出了大问题 一场特级黄灾突然来袭 山东河南河北共五十八周 三百七十个险 均受到损害 而百姓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认为蝗虫是神虫 不可不而杀之 所以面对蝗虫的肆虐 他们只在田野里搭建祭坛 焚香恳求上天 可想而知蝗虫根本得不到控制 情况越发严重 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身为皇帝的李隆基急得不行 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但他们和百姓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百般劝李隆基赶紧祭天 不然会惹怒上苍 引来更大的灾祸 当然也有想法不一样的 那就是姚虫 臣记得永辉四年河北荒灾 高宗皇帝亲自祭天 结果荒灾非但没有消除 反而蔓延到河南山洞 竟至颗粒无收啊 垂共元年关中大皇 泽天皇帝也是拜天祈福 结果依然是赤地千里 十世九空 这不就表明祭天没啥屁用 所以在臣看来 与其秋天莫若求人 倘若人人奋起 补而杀之 荒在何丑不灭 此话一出众臣震惊不已 都觉得姚虫是疯了 才会说出这种话 那可是神虫 所以杀之必会引得上苍大怒 可姚虫也很无语 若是不杀蝗虫粮食 就会被吃光 百姓都会饿死 这难道就不是灾祸吗 倘若上天降祸 臣咬虫愿一人称当 李隆基听此陷入了沉思 这虫到底灭不灭 若灭了真引起上天降怒 怎么办 可不灭百姓 马上就会饿死 最后李隆基一想 上天降怒是以后的事 再说了他灭蝗虫 也是为了百姓 于是他郑重其事地表明 立刻传达各州府 人人灭蝗虫 自古以来飞黄就是天降之在 只有靠官员百姓 诚心祈祷 感动上天 飞黄就能收回啊 飞黄来无影 去无纵 是神虫啊 谁敢不杀啊 杀了天虫 天必降祸 我们汴州 就要大祸临头了 为了保住粮食 李隆基接受姚虫的建议 吩咐下去人人灭黄 并派遣张九龄 亲赴汴州都办灭黄一事 然而老张的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 因为在那年代 夏至百姓尚之一品高官 君认为蝗虫乃是神虫 是绝对不能杀的 所以张九龄抵达汴州后 立刻就遭到当地百姓 和官员泥若水的阻扰 粮食都快被吃光了 人都快饿死了 竟还不敢捕杀蝗虫 封建迷信真是害死人 而张九龄身负黄命 他是一定要促成这件事的 于是剑软的步行便打算来硬的 直接命人将祭祀的东西掀翻在地 并强行让百姓捕杀蝗虫 百姓们见此有点动摇了 可官员泥若水却气得不行 脾气一上来就要辞官 眼看父母官被欺负 百姓们瞬间又站了起来 并把气一股脑撒到张九龄身上 这下张九龄也没了办法 只能向李隆基求救 李隆基看着泥若水的官帽 和张九龄被扯烂的官服一阵无语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汴州 主持灭黄仪式 可就在出发前一刻 有人前来禀报 说姚虫的小儿子突发疾病离世了 这下众大臣更加不安 觉得这就是上天 对姚虫提出灭黄的惩罚 可姚虫本人却丝毫不慌 将丧子之痛放在一边 和李隆基讲起了 楚王实质的典故 姚爱卿 您的话说得好极了 跟楚王的另影一样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 李隆基深知姚虫的一片苦心 决定按他所说效仿楚王 亲自尝一尝这黄虫 向天下证明这并非什么神虫 这黄虫 这 这的确是 震龙发聩之举啊 好 好啊 陛下真的愿意试一试吗 陛下 慢慢试不得 慢慢试不得呀 高丽氏也慌了 赶紧劝李隆基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他身为天子一旦出了什么事 影响的是整个天下 但李隆基已经决定了 不得不说 这回的李隆基确实是个明君 他爱百姓却不迂服 一心一意为大唐考虑 难怪会成就开元盛世 也难怪不管是喜欢他的粉丝 还是讨厌他的黑粉 都希望他能死得早一点 因为这样一来 开元盛世能多维持几年 安史之乱也有可能不再发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今的李隆基一心一意 只想轻负汴州吃蝗虫 不管是谁的劝都不听 既为人君 就应该以救民为本 今日 大唐天子御驾灭黄 行人间正道 苍天 也会有情的 李氏 权在 背马 是 众爱卿 在 起驾 遵旨 就这样众人直奔汴州 李隆基夹起一只油炸蝗虫 就往嘴里塞去 吃完还不忘停驾 哎呀妈呀真香 一口一个嘎嘣脆 这番操作把吃瓜群众都看待了 要知道自古以来 蝗虫就是神虫 别说吃了就是杀都不敢杀 可李隆基不仅杀了 还裹上鸡蛋液沾上面包糠 放进油锅炸至金黄 然后夹起一只就往嘴里塞 嚼得贼香 别说隔壁小孩就连大人 都快馋哭了 这可真是开得历史鲜河了 吃饱喝足以后 李隆基擦擦嘴喝口水 然后正式宣布 从今以后 官民同心 不杀飞黄 要无所顾忌 上天 便会赐福给我们 本来那哪怕蝗虫将粮食全部吃光 大家都不敢杀蝗虫的 生怕上天降罪 可如今当今皇上在线吃播 还亲口认证蝗虫贼好吃 这下还怕什么怕 数万受灾人民齐心协力昼夜行动 共同捕杀蝗虫一百八十余万只 蝗灾因此逐步得到控制 百姓的粮食也保住了 虽然保住的不多 但还有一百八十余万只蝗虫呢 总归不会像以前那样 眼睁睁看着蝗虫吃光粮食 百姓活活饿死 不得不说这波李隆基干得漂亮 当然摇虫的功劳也少不了 毕竟是他建议李隆基灭黄 也是他想出在线吃蝗虫的好办法 因此在回京的路上 李隆基毫无保留地夸赞摇虫 幸而有您给我讲了一个楚王的故事 人们都称你为救食宰相 我看您是当之无愧的 而摇虫那情商也是真的高 不仅不拘功自傲 还反过来将彩虹剔吹了回去 说什么讲故事其实并不难 难得是听故事的人 更难得的是听懂了还愿意去做 宰相救国永远只是一时 只有君王救国才是一世 这话又在点李隆基了 李隆基也听懂了 连连点头 回到京城后 李隆基又下诏减免百姓的农妇租税 毕竟受灾了 不管怎么说百姓生活都难 而此举让天下百姓都感动不已 其实百姓总是最简单的 他们身处最底层 要的也不过是吃饱穿暖 所以李隆基的这些未明的举动 让百姓们对李隆基这个皇帝 打心底的敬佩 巧的是老天爷也很给力 接下来的两年风调雨顺 百姓们齐心协力搞发展 大唐的国力以及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对内商业发达 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 各国商人分支踏来 开人盛世终将到来 悲臣 日本国浅塘使总监 阿贝众马吕率浅塘使团 朝见大唐皇帝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男人就是小日本 派来长安学习交流的使者 李隆基听着他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不自觉露出欣赏之色 三年多就能说这么好的汉语 真可是不简单啊 阿贝羞涩一笑 表示自己对大唐的经济文化 深感震撼 所以三年来不敢懈怠努力学习 这才有了如今的水平 说着他还乘上了自己做的一首诗 这首诗虽然平平无奇 但作者毕竟是个日本人 已经很不错了 李隆基一个高兴 当场给阿贝赐了的中文名字朝好 甚至还打算留众位使者 在大唐任职 可否让他们在朝中任职 这样既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 又可以将典章法治朝中规矩 如实地传授给他们 毕竟只读书不实践 很难领悟大唐文化的精髓 不得不说李隆基真是大方的过头了 姚崇等大臣自然不同意 要知道从贞观到现在 来大唐的日本人数以千计 但从来没有入朝为官的先例 再说了若真让他们入朝为官 他们便可趁此时机探听大唐的机密 再传回国内 道士可就不太妙了 不得不说 姚崇是有点预言家的天赋的 一说一个准 这小日本确实喜欢恩将仇报 不过李隆基却不以为意 而等的目光太短浅了 日本天皇派遣唐使 就是为了兴盛日本 教化民众嘛 这样一个国家富强了 人自然就会胸怀坦荡 以成待人 那么就能与我们大唐 更加和睦相处 此乃有百利而无以弊也 可众大臣依旧心有疑虑 毕竟龙夫与蛇的故事可不少啊 李隆基脸色有点不好啊 马屁经李陵府当即见缝插针 狂拍李隆基马屁 并公然支持他的决定 李隆基这才重新开心 众大臣见此 明白自己是拗不过皇帝 于是只能答应 不过他们也提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这些使者 最高只能做个五品官 且绝对不能掺和国家机密 不得不说这些大臣的脑子 还是很清醒的 不过李隆基又不乐意了 他认为五品官太小了 既然已经让他们当官 就不要那么小气 彰显下大唐的格局 说到这李隆基直接下令 风朝横为四品官员 留在宫里共商国事 都下了圣旨 众大臣再不同意也只能听令 朝横就这样留在了大堂 可老马在想若是李隆基 知道朝横就是安倍的祖宗 那他会不会后悔今天的绝点 这个大臣真清醒 皇帝要给他儿子封官 他却死活不愿意 可因为姚崇小儿子 英年早逝 李隆基一直过意不去 所以执意要将 航运总督的位置 交给姚崇的大儿子姚仪 以表弥补之情 姚崇并不想要这个弥补 因为他知道 自家儿子几斤几两 压根胜任不了这个职位 没有金刚钻印揽瓷气火 最后的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他不想看着儿子死 可李隆基是皇帝 他执意要给出这份好意 姚崇再不愿也只能从命 回到家后就找来儿子 千叮明万嘱咐 这个职位与中外商人来往密切 非同一般 经商之人建立妄议 而重力之下必有贪官 姚仪听此直接保证 我一定将清联二字刻在脑门上 做个好官 姚崇虽然还是不放心 但也只能送儿子离去 此时姚崇还不知道 姚仪都还没到任就被人盯上了 因此姚仪一行人才刚抵达扬州 一堆波斯商人就围住了姚仪的仆从 送上重力 借他攀上了姚仪 而果然是财帛动人心 姚仪瞬间忘了老父亲的主妇 收下了重力 答应了波斯人的请求 给他们盖了免税优惠的章 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失血 姚仪收受贿赂之事 很快就被广州都督 也是姚崇的好兄弟宋景发现了 而宋景为官多年素来清联 眼里容不得贪污之事 当即就想将这事上报朝廷 不过在宋出奏折前 宋景有点犹豫 姚仪这是一出定会牵连姚崇 到时他该怎么面对兄弟 但又一想 这些年来他一直促进改革 得罪了许多皇亲贵妻 若隐瞒不报 必定会有人借此大作文章 因此宋景终究将奏折呈上 而姚崇看到这份奏折后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逆子啊 争气的逆子 但气完了姚崇还是派人将奏折 宋景宫中交给李隆基 李隆基看完左右为难 姚仪虽然大逆不到 但姚崇着实是个好官 此事不好处理 一旁的舞会飞见此 便建议此事交由李隆斧处理 毕竟李隆斧是他的亲信 借此也能让自己人刷刷存在感 李隆基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 女人一把抓住外甥的手 你舅舅在宫里忙着 今晚上不回来了 这天色已经晚了 不如你今天就别回家了 陪陪我吗 边说还边抛媚眼 可李隆斧此时 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思 他正为处理姚仪收受贿赂一事 反正呢 想他好不容易等来的大显身手的机会 却没想是这么个棘手的事情 姚仪的亲爹是姚崇 身居高位大权在握 姚仪又是皇上亲自派去扬州的 按理说就算他收受贿赂 也没人敢弹劾他 偏偏遇上个头铁的宋警 不顾与姚崇的兄弟情 也要弹劾姚仪 现在又派我这个小小的御史 去查办此事 这不管判得轻还是判得重 得罪人的都是我 李灵府越说越发愁 面对舅妈的盛情邀请只能连连拒绝 打算回府好好琢磨琢磨这事 舅妈不情不愿送人出门 你要抽空来看我 你等着吧 哎 小心点 别摔着 李灵府听此却是灵机一动 骑着骑着他直接从马上摔下 腿摔断了 这下好了伤筋动骨一百天 扬州他是去不了了 李龙姬无奈只能自己来 处理完还亲自到姚府安抚姚崇 姚义一案 朕已经亲自处置了 扁他为汴州长使 你看如何呀 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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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定下来了 你再写幅书信去 好好地骂他一顿 李龙姬不忘姚崇对大唐做出的贡献 给足了他面子 但姚崇却更过意不去了 自己儿子贪污受贿人尽皆知 实在不宜轻判 因此姚崇打算辞去宰相之位 也算是给百官给天下一个交代 再说了宰相一直位高权重 本来也不适合一个人久居其位 否则在明智的人 都会有糊涂的时候 李龙姬见姚崇诚意满满 思考半天最终还是答应了 毕竟他这话确实也没错 那以姚青所见 谁来接替你这个重任呢 老臣早就想好了 谁 宋经宋大人最为何以啊 宋经为人耿直无私 极乐如仇啊 当年则天皇帝在位时 敢于冒死抗争的是他 这次他参奏姚仪 又不顾念我与他之间的旧情 不顾全世 足见其刚正不额执法如山 宰相一直非他莫属 李龙姬听词感动不已 连连称赞姚崇是没有半点私心 一心为国的君子 他接受了姚崇的建议 很快 高丽氏带着圣旨带到宋经府中 宣布了这件事 并让他即刻进京 广州的百姓得知宋经要离去 纷纷来到府门前送他锦旗 表达不舍 可见宋经确实是个好官 姚崇也确实是个君子 这个夫如宁之美如关玉的女子 就是四大美女之一的 杨玉环 此时她正为出嫁的嫌疑公主 送上花篮 那出色的容貌 不仅在一众女子中脱颖而出 还硬生生让同为女子的嫌疑公主 看呆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母亲 你看 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啊 五辉妃一看 也顿时觉得惊为天人 回行宫后那时越想越喜欢 次日便派人找来杨玉环和她父亲 又仔细看了看 果然是个美人 不光漂亮 而且一副福相 这如花似玉的美人 实在是让五辉妃喜欢得不得了 查户口试地询问了许多问题 得知杨玉环是前朝皇族之后 本人也读书学诗 是个才女 更加惊喜 竟是直接将玉环留在身边 而嫌疑公主也十分欢喜 毕竟玉环与她乃是同龄 又长得那么讨喜 因此两人整天在一起玩闹 弹琴跳舞好不乐哉 见女儿那么开心 五辉妃也越来越喜欢玉环 久而久之便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玉环许配给 自己的好大礼貌 嫌疑公主得知这事 也惊喜不已 迫不及待就将这事告诉玉环 玉环听此虽然开心 但却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那可是寿王 而她虽为前朝皇族之后 但身父早死 养父只是个从弃品下的压力 可嫌疑公主却表明 她说 你很像她年轻的时候 聪明 温顺 知书达理 还给你算了命呢 说你的命啊 也像她一样 大福大归 玉环心里一阵小激动 害羞地跑到一旁 而五辉妃一回到长安 便立刻告诉李隆基 自己在洛阳遇到一位绝色美人 想让她做礼貌的王妃 嫌疑公主更是将杨玉环 夸得天花乱坠 成功引起了李隆基的好奇心 这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子 能让这母女俩夸成这样 一定得见见才行 不过这娶妻还得儿子愿意 李隆基当即就问了李茂 愿不愿意娶玉环 而李茂一听是母亲看好的人 二话不说直接答应 既然如此李隆基当即派遣高丽氏 去洛阳接杨玉环进京准备大婚 杨玉环接到圣旨 高兴地翩翩起舞 躺在草地上幻想着 接下来的美好生活 殊不知这一曲 却相当于踏进了地狱 这是杨玉环第一次面生 仅仅一个照面 就要把公公唐玄宗李隆基的魂 给勾走了 真是居住美人啊 这话说的就差流口水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毕竟人家是你儿媳 舞会非忍不住开口提醒他 李隆基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让小夫妻俩起身赐作 猫儿啊 你可真是好夫妻啊 这话明显很酸 说是恭喜儿子 可李隆基心里怕是后悔的不行 早知道就不那么早答应这门婚事 如今倒是便宜儿子抱得美人归 越想李隆基心里越发不适滋味 盯着垂头不语的杨玉环 一阵猛看 活生生看得玉环心里发牢 舞会非为了让李隆基的眼睛 从儿媳的身上挪开 只能出声让儿子儿媳上前敬酒 李隆基一听这话 立刻让人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 拿了出来 玉环呢 你来看看 这是太宗皇帝传下来的西式之宝啊 背上盘着九条龙 说着李隆基还展示一番 这九龙碑的妙处 边展示边不忘偷瞄玉环 这碑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是很有意思 他劝人饮酒不可过量 舞会非见此心里锦铭大作 这老家伙什么意思 不会是看上自己儿媳妇了吗 而李隆基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继续与玉环说起这九龙碑 你再想想看 他这里边是否还有更深的意思呢 古人说 千兽亦满朝损 大概九龙玉碑也在说明这个道理 对对对 他可真聪明 见地不凡 真是悟性很高啊 这高兴的样子 好像今天娶媳妇的人是他一样 还当众将这珍藏了多年的九龙碑 赐给杨玉环 舞会非捏紧了拳头 但他只能深吸一口气 然后再次转移话题 别聊了别聊了赶紧敬酒 等会误了及时 这话有理有据 李隆基也只能闭嘴喝酒 不过这酒是玉环境的 可真是好喝呀 李隆基的心情奇好无比 但朝中那些不知内幕的大臣 就有点疑神疑鬼了 这九龙碑陛下收藏多年 如今赐给寿王妃 难道陛下已经有了废太子的心思 想转立寿王为太子 他们哪里知道李隆基就是看上儿媳 更有李灵府这种小人 当即就派人给舞会妃送信 说什么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联络大臣 一定支持您儿子受王为太子 不过问题也就来了 就怕张九龄这个老东西 他敢跟皇上定装 李灵府听此邪魅一笑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问题不大 就张九龄那性子 自己就能把自己害死 而李灵府的猜测果然没错 张九龄 你竟敢当面教训寡人 眼里还有没有国法朝纲 陛下 老臣身家性命不足细 大唐可不能再重蹈前朝的覆辙了呀 胡言乱语 唯言从听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自从李隆基把九龙碑赐给寿王妃杨玉桓 朝中便有流言传出 说李隆基要非太子另立寿王 朝廷内外暗流涌动 舞会妃瞅准这个好时机 打算一举登上后卫 然而却遭到宰相张九龄的阻挠 舞会妃气急决定联合李灵府 对张九龄下手 很快他便派遣小太监牛鬼 给张九龄送去一尊暖炉 并威胁他 不要再阻挠力后费太子等事 可生性耿直秉公守则的张九龄听此 大发雷霆 牛鬼 你好大胆 本朝大律 内功不得干预朝政 你身为后宫太监 竟敢闯到宰相府来 图谋费力太子 牛鬼顿时吓得一哆嗦 跪了 而张九龄命远将其压下去 准备明天早朝将此事揭露 参舞会妃一本 当然以他一言之词肯定不行 但巧的是牛鬼来之前 李龙基的贴身太监高丽氏也来了张府 听到了这段对话 张九龄便请高丽氏为自己作证 次日早朝张九龄当众将事情捅出 并参舞会妃派遣牛鬼 贿赂大臣后宫干政 牛鬼自然不承认 张九龄当即请高丽氏作证 可哪知高丽氏却表明 奴婢奉陛下旨意 前去给张相国送雨膳 确实看到牛鬼在相国府 不过他说了些什么 说了什么 隔着板壁 老奴未曾听清 高将军 你 哎呀 老奴耳背确实没有 没有听清啊 张九龄气得差点晕过去 眼含热泪告诉李龙基 自己所言句句属实 可李龙基本就对耿直的张九龄不满 再加上他早已不是年轻时候 那个英明神武的皇帝 因此他不仅不信张九龄 还当场怒斥他身居高位无是生非 张九龄听此愤怒又心痛 如此堵塞严路 终言不可尽 谗言万里香 这样下去 还有谁敢说真话 还有谁敢向陛下直言不讳 望陛下三次 可这番批评戳到了李龙基的痛脚 还是那句话 他不再是年轻时候的他 他只觉得忠言逆耳 他只觉得 我好歹也是个皇帝 你不过是个打工的臣子 凭什么说教我 懂不懂什么叫做尊卑有别 什么叫做国法朝纲 李龙基当场就打算将张九龄撵出朝堂 可张九龄也是绝强 直接表明我的性命不算啥 大唐可不能再重蹈前朝的覆辙 李龙基听此怒火冲天 胡言乱语 说着当即就将张九龄 贬值出了长安 张九龄这位开元年间的名相 就这么卷扑盖走人吗 武惠妃一挡再插手正式 再无人组了 话说虎毒不食子 但唐玄宗李龙基却比老虎还狠心 不仅下令屠杀亲生儿子 还一杀就是三个 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都是武惠妃搞的鬼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李茂登上皇位 他决定捏造出太子密谋篡位的假象 恰巧这是韩世杰到了 李龙基照例要去离宫游玩 而他刚一出宫 武惠妃便立刻派人在惠安宫纵火 接着他又派人找到太子李茵 说有一对兵马身穿盔甲 手拿弓箭闯入了惠安宫 而李茵也是个单纯的太子 一听这话连忙叫上一帮兄弟 抄起家伙进宫去 与此同时 武惠妃又派遣另一位心腹牛柜 找到大将军陈玄理 也是说有人夜闯皇宫准备行刺 让他赶紧进宫之援 陈玄理一听当即整顿人马入宫 然后不出意外地与太子李茵相遇 由于天色太妃根本看不清脸 大家又都带着武器 李茵与陈玄理都以为对方是刺客 两方人马撕打在了一起 武惠妃收到这消息很是满意 又派人偷偷潜入太子书房 将提前伪造的篡位赵书藏了进去 万事俱备武惠妃开始演戏 李茂一听赶紧传信给亲爹李隆基 然后紧闭大门做好防御 而另一边 李茵与陈玄理终于认出了彼此 两人都是一脸猛逼 次日李隆基赶回皇宫 武惠妃哭的是梨花待雨 陛下 臣妾差一点 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 李隆基听此龙颜大怒 都不打算调查一番 就下令将参与此事的三个儿子抓起来 从严查办 朝中大臣觉得事有蹊跷 劝他先调查清楚再行处置 可这个时候那封假诏书就派上用场了 连谋反的习文都写好了 杀惠妃以清军策 真是狗敢包天 你们看吧 圣怒之下 大臣们再不敢出声 就这样李隆基吩咐下去 将三个儿子贬为数人并赐死 三人直接懵逼 自己明明是去救人 怎么就成了谋反 几人不肯接受这个圣旨 拼死都要再见李隆基一面 可却被武惠妃一党的李陵府 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下官爱莫能助啊 说罢便命人将他们压下去 高丽氏不忍见三个皇子王死 赶紧派人去搬救兵 将前丞相张九龄请回来 然而终究是迟了 太子啊 李隆基偏听偏信要杀亲儿子 还一杀就是三个 张九龄得到消息 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准备救下三位皇子 毕竟这三位皇子中还有一个是太子 太子一死国家动荡 张九龄虽对李隆基失望 但却无法舍下这盛世大堂 可终究是为时已晚 等他赶到京城 见到的只是三位皇子的尸体 张九龄痛心疾首 都不愿去见李隆基一面 就转身返回自己工作的荆州 然后写了封信痛骂李隆基 不得不说这胆量确实很足 而李隆基不出意外的大怒 可又不得不承认 张九龄信中所说都是对的 因此李隆基大怒完又大哭 边哭还边拼命给自己找借口 高丽氏听此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也掩面痛苦 其实两人何尝不知道 太子造反肯定另有隐情 可如今人已经死了 说再多也没有意义 而那个一手造成此事的舞会飞 报应来得也很快 他忽然患上了心急卧病在床 午夜梦回还总能看到 三个死去的皇子来找他索命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 没过多久 舞会飞便突然离世 死前那样子可真不好看 而李隆基深知舞会飞的执念 因此追封他为真顺皇后 葬礼结束 李隆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来 一下朝就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不说话也不动 不知道在沉思些什么 高丽氏见此急得不行 这人死不能复生 一直为此忧虑也不是个事 天下之大一定能找到陛下所重义的人 您身为天子不能为情憔悴 可李隆基却提不起丝毫兴趣 高丽氏看着他落寞的背影 忽然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李隆基的儿媳杨玉桓 想当初杨玉桓初次进宫 李隆基可是看呆了 于是次日一早 高丽氏便来到寿王府找到杨玉桓 陛下一下子老了许多 退了朝总愿意一个人待着 宫中贫妃那么多 可陛下没有一个喜欢的 陛下对娘娘的感情 真是情深似海 可是这样下去 陛下会机遇成绩的 老奴知道王妃能歌善舞 是不是亲临黎原 排了一场新的歌舞 让陛下赏心悦目啊 杨玉桓听此倒是高兴得不行 可她殊不知这一曲 从此想再次出宫可就难了 这女子实在是可爱 比卉妃年轻的时候 还要抚眉动人 可偏偏是冒儿的王妃眼吧 这个让李隆基赞不绝口的女子 正是她的儿媳妇杨玉桓 自打舞会妃去世 李隆基就郁郁寡欢 后宫家里三千 那是没一个能入她的眼 贴心太监高丽氏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寿王妃杨玉桓 想当初李隆基出见这个儿媳 就赞不绝口 连心爱的九龙杯都送了出去 因此为了让李隆基重新振作起来 高丽氏特地去请杨玉桓 排了一出舞蹈给李隆基看 看着那月下翩翩起舞的美人 李隆基果不其然沉醉起来 一曲舞吧 迫不及待就上前搭话 跟美人聊起琴棋书画 高丽氏见词很是欣慰 可她不知道的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杨玉桓实在是太美了 李隆基回想着她的一颦一笑 压根就睡不着觉 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女子 竟是自己的儿媳 李隆基那是越想越后悔 一连几天都茶饭不思 只顾着哀声叹气 高丽氏见词赶忙表明 既然陛下喜欢她 不妨常常召进宫来唱唱歌跳跳舞 不得不说 这回的李隆基虽然对美人心痒痒 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可皇上不及太奸计 高丽氏为了让李隆基高兴 时不时就制造机会 让李隆基见到杨玉桓 不是说要表演 就是说要切磋舞异 而杨玉桓也是真心爱跳舞的 每次都参加了 而她一参加 高丽氏就带着李隆基前去参观 这一来二去的 李隆基越发喜欢杨玉桓 看着她那曼妙的舞姿 就差流口水 兴致上来了 还亲自参与进去 百弄百弄乐器 还时不时就感叹一声 这后宫家里三千 还真就没有杨玉桓这款女子了 越感叹那心中是越痒痒 恨不得扑美人身上去 当然这些杨玉桓都不知道 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中 一旦李隆基夸她跳得好 就格外的开心 殊不知李隆基的那些龌龊心思 总之时间一长 李隆基越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欢 那些规矩也开始似有似无 李隆基终于按捺不住 打算对儿媳妇杨玉桓下手了 而杨玉桓很是懵逼 立刻挣扎起来 可她不过一个弱女子 压根挣脱不来 眼看着李隆基就要得偿所愿 两名侍卫向这边跑来 打搅了李隆基的雅兴 杨玉桓也因此得以逃脱 李隆基看着美人离去的背影 暗自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这最难的一步已经迈出去 所以这美人也一定能拿下 可玉桓回到寝宫后 却开始怀疑人生 她怎么也想不到李隆基 竟会做出这种事 要知道自己可是她的儿媳 寿王李茂见老婆如此心不在焉 出口询问 玉桓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太累了 玉桓只能含糊过去 而与此同时李隆基再次失眠了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不断回味白天在小树林里发生的事情 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 于是干脆起身找来高丽氏 说起了自己的心事 说起了自己对儿媳的际遇 海美其名曰自从舞会飞去世 她的身心就日渐衰老 但好在有玉桓的出现 让她感觉年轻了不止十岁 心潮汹涌难以平静 她的英荣笑貌就出现在朕的眼前 多少年没有过的事情了 所以她必须得到玉桓 高丽氏听此摇摇头表明 这是不宜超之过急 毕竟她如今还是寿王妃明清而喜 李隆基听此赶忙说道 是是 我 我知道 哪怕只见上一面也好啊 高丽氏一听这话只能行动起来 她再次找到玉真公主 让她将玉桓请到道观里 和李隆基见上一面 可玉桓得知自己又要和公公见面 那是一百个抗拒 当即就想下车 毕竟上次那是给她 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但玉真公主才不管那么多 硬是劝动了玉桓 将她带到了道观 而李隆基一见杨玉桓 就跟个矛头小子一样 上前就想制造点肢体接触 好在玉桓早有准备 公公静静行了个大脸 躲开了她的性骚扰往屋里走去 李隆基见此倒也不生气 屁颠屁颠跟了上去 为了讨玉桓的欢心 李隆基还投其所好 送上了一本自己亲自改编过的乐部 玉桓细细品读果然来了兴趣 玉真公主见此也不做电灯泡 带着所有人一起离开 屋子里只剩下玉桓和李隆基 而李隆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开始动手动脚 李隆基被杨玉桓迷得七婚八素 压根顾不上钢肠轮理 就开始性骚扰 杨玉桓自然无法接受 可李隆基却不管这些 厚着脸皮坐到玉桓身边 一脸猥琐笑容 不过这次李隆基终究没能如愿 主要她这次为了见玉桓 特地来到了宫外 根本待不了多久 所以这次他们依旧没成事 可这俗话说得好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也最为惦记 因此刚一回到宫 李隆基就开始找各种理由 照杨玉桓进宫 可玉桓对她已经有了戒心 怎么可能愿意进宫 因此她不是病了就是病了还是病了 头疼心耿伦翻上眼 次数一多就李隆基那厚脸皮 也有点心情不爽 寿王妃太不给面子了 其实寿王妃不来 倒是件好事 这说明她已经明白了陛下的心意 身为寿王妃 真好频频地入宫呢 再说了皇上您正打算 要立寿王为太子 那么玉桓就是太子妃 将来就是国母后宫的表率 如此一来怎么随意行动呢 又怎么存有私情 李隆基听此若有所思 世爱一国之母确实不好谈情说爱 想到这她好似下了什么决定 次日上朝 李隆基就给众朝臣狠狠一击 那就是她要立礼哼为太子 众臣直接炸开了锅 要知道一直以来 李隆基都对寿王礼貌宠爱有加 又频频加赏寿王妃杨玉桓 导致他们一直以为 这太子之位肯定是寿王的 于是早早就站了队 如今好了战队站错了 可众臣哪里知道 李隆基加赏杨玉桓 纯粹是看上了这个儿媳 而这其中已宰相李隆斐最为生气 毕竟他一开始就是靠战队上的位 本身没有多大才能 如今多年的筹谋全部白费 李隆斐怎么可能不生气 可气又能怎样 立太子的诏书都下了 他只能从头找关系换个队伍站 与此同时 李隆基在宴会之上 再次邀请杨玉桓与他一起奏乐 这大庭广众之下 玉桓不好拒绝只能答应 而李隆基看着自己魂牵梦营的女人 突然就明白了 想要得到杨玉桓不能应来 得温水煮青蛙 慢慢来 这次李隆基成功了 成功让玉桓降下了戒心 不再那么排斥李隆基 于是白居易笔下 赐玉滑青池的情节来了 杨玉桓退去身上最后一层薄纱 缓步走向雾气弥漫的滑青池 白嫩的小脚站立池边 小心翼翼的试探水温 黑温度刚好 于是他便踏进池中 春寒赐玉滑青池 温泉水滑洗凝汁 事而浮起焦无力 史诗新陈温则时 也不知白居易是否看过直播 但这片段确实跟他写的一模一样 喂 有人吗 与此同时 李隆基已经悄悄走近 偷偷观察那正在洗澡的玉桓 哈喇子都快流出 差点就安娜不住下去一起洗 不过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 这要是进去了 计划就全乱套了 不能为了享受这一时之快 毁了他与玉桓的未来 于是他微微一笑 坐到门外的踏上开始吹笛 这一吹就是一俩小时 玉桓终于沐浴完毕 在一众宫女的簇拥下 做起了全身死 李隆基闻声赶来 将宫女打发走 便细细打量起 躺在床上的玉桓 沐浴后的他明显更加的 风姿错约 骄翘动人 令人爱不释手 李隆基心中的那团火 越发按捺不住 转身离去找到高丽氏 他无论如何要成为朕的人 朕不能没有他 陛下 一老奴之见 此事不亦操之过急 李隆基一听这话急了 朕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 你还要朕等到什么时候 人生经不起等待 说着李隆基还表明 他这一生遇到的女人没有上千 也有几百 但从来没有一个像玉桓那样 让他如此神魂颠倒 茶饭不思 高丽氏听此真是又脸红又无奈 这是确实不好办 不管怎么说 杨玉桓都是李隆基的儿媳 哪是李隆基说要就能要的 可看着李隆基那急切的样子 高丽氏终究说不出拒绝的话语 毕竟他跟着李隆基几十年 确实没有见过他这么迫不及待的样子 于是当即表示 自己这就去想办法 让李隆基不要着急 可李隆基就是急啊 转头又去找了玉真公主 让他想个办法 而玉真公主倒也是个奇人 还真就想出了个损招 这样立即找寿王妃入宫 立即立即 长安城里朝野上下有多少耳目啊 耳目耳目 难道天下的耳目都是为了视听他人的隐私 才长出来的吗 陛下 你这样频频的召见寿王妃进宫 就不怕宫内外人等议论吗 皇上召见王妃来天经第一之事 再者 朕泽皮天下从不敢与臣民宅地之内的事 他们哪个敢窥责议论朕的公围 自从华清迟一别 李隆基的小宇宙是彻底爆发了 他想立刻马上现在就把杨玉环拐上龙床 可这是真没那么好办 高丽氏想来想去也就想到一个主意 那就是让李隆基 将自己的龙子龙孙召集在一起 向他们讲述孝道的重要性 明里暗里地告诉他们 作为孩子要明白父母心里想的啥 想要啥 还要有奉献精神 要将父母想要的东西双手奉上 边说还边丑受王李茂 暗示他 赶紧把你媳妇我儿媳送我床上去 可李茂压根没接受到这暗示 李隆基气个半死 回到请殿就狠狠发了个脾气 发完转头就去找了皇妹玉珍公主 而玉珍公主还真就想出一个主意 让玉环像我一样做个女道士 做女道士 她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叫做以身奉献入道 以身奉献为谁奉献呢 李隆基一头雾水 这是怎么个说法 玉珍见词解释道 马上就是咱们母后都太后的继承了 可以让玉环成为祈福的女道士 届时再把道观修建在宫中 如此一来玉环就不再是寿王妃 还能光明正大待在宫中 李隆基听此直呼妙极了 而既然有了主意 李隆基当即令高历史行动 先是去到玉环好友间寿王亲妹的 贤依公主那里 将李隆基爱上杨玉环的秘密 暗示给她 让她劝说服寿王礼貌 接着又赶到玉环这里 将李隆基的意思传达给她 让我当女道士 王妃 陛下最崇尚道教 弘扬道教的清静无为 所以在长安城里建了许多的道观 那 要我离开寿王府 是 离开寿王殿下 是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呀 名为太后 实位 陛下 玉环震惊不已 泪水在眼眶打转 而高历史则打开天窗说亮话 皇上对你一往情深魂牵梦绕 如今已经到了寝室难安的地步 你若不入宫 皇上必定会相思成疾 到那时谁来打理国事 百官和百姓又该怎么办 玉环听此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可是李隆基毕竟是他的公公 他又怎能与其产生男女之事 太过荒谬了 他转头就去找丈夫李茂 希望他出面拒绝此事 可奈何李茂就是个没胆子的 一听父亲想要自己欺负 只会掩面痛哭 毫无解决办法 玉环见此 明白此事在无转环的余地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从命 次日朝堂之上 李隆基正式下达圣旨 大臣们听此议论纷纷 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但玉环入宫已成定局 李隆基高兴不已 很快就对思念已久的美人下手了 李隆基费尽心思 终于让杨玉环进了宫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灌醉 让我回去 不 你不能走 让我回去 和朕在一起 你不能走 陛下 让我回去 不 我 就是不让你走 说着李隆基一把抱住玉环 自顾自往李屋走去 将她放在床上 然后就压了上去 玉环虽然意识模糊 但还是本能地挣扎起来 可李隆基显然已经等不及 伸手就将她的衣服扒开 然后笑着表明 你是太真娘子 太上老君 可没那么多清规戒律了 说着再次压了上去 李隆基终究是如愿以偿 一夜春宵过后 李隆基是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整个人神采异异 犹如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女 每天变着法的都玉环开心 时间一长 玉环的抗拒之情渐渐消失 李隆基很是开心 不仅大放烟花 还在元宵节这天 带着玉环偷偷出宫欣赏夜景 两人在拥挤的人群里 看着热闹的武士表演 在各色各样的街市中游逛 吃着特色小吃 就像一对普通的平民夫妻 边吃还边聊了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心里好怕 心碰碰跳得好快 我想皇帝 多大的一个官啊 李隆基看着如此开怀 又青春洋溢的玉环 也心情大好 只觉得做皇帝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快活过 不过李隆基是高兴了 突然发现皇帝不见了的高丽氏 可就高兴不起来了 他在宫里好一顿着 依旧没找到失踪的皇帝 那叫一个急 毕竟这皇帝要是出了问题 整个天下必将大乱 高丽氏想来想去 最后连夜去道观找到玉真公主 问问他可否知道皇帝去了哪里 而玉真公主不愧是李隆基的亲妹妹 一猜一个准 说皇上怕不是陪着美人潇洒去了 于是他也来到街市一通找 还真让他找到了 不过他并未立刻上前 打扰二人的雅兴 而是默默跟着 直到天色实在是太晚了 他才偷偷出声提醒 该回宫了 美好的时光就此结束 李隆基带着玉环回宫 可面对高丽氏担心的唠叨 李隆基显然有点不开心 朕今天玩的可真痛快 陛下 陛下是万圣之尊 并非庶民啊 我既要做万圣之尊 也要做一个庶民 陛下 你只能是万圣之尊啊 李隆基听此脸色一变 高丽氏有点慌了 还以为自己真的惹火了皇帝 殊不知李隆基心情大好 只不过是逗他完了 轻轻捶了高丽氏一拳后 大笑着去找他的玉环了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君王正是唐玄宗李隆基 自从他设计得到了杨玉环后 便不分昼夜地和他缠绵在一起 接连缺席早朝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服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事情 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 宫中那么多嫔妃 父皇怎么就看中他了呢 现在啊 人们才明白 为什么他要自荐当女道士 其实啊 早就够运上皇上了 哎呀 你们少议论这些事好不好 传到父皇那里还了得吗 此时朝野到处都在议论 实在是有损大唐天子之威仪圣德呀 不过李隆基压根不在乎这些 反而一有空就带着玉环四处游玩 还时不时就甩开侍卫 和伺候的宫女太监玩消失 他和玉环在小木屋借宿 躺在街杆堆上看星星 以天为备以地为席 就这么进入了梦乡 可怜高丽氏和侍卫宫女们 就得熬夜干苦力 漫山遍也寻找他俩 好不容易找到了见两人在睡觉 也不好打扰 只好用为漫将两人围起来 可等李隆基和杨玉环醒来 见此情形一点都不开心 这二人世界还没过过瘾呢 高丽氏倒也很会察言观色 立刻解释起来 太真娘子老奴怕夜里风大 又伤圣体 所以拉起了雷幕 陛下娘子回宫吧 可还是那句话 他们还要过二人世界 因此依旧不情不愿 回到宫后 李隆基直接将朝政之事 推到一边 一心一指陪着宝贝玉环 时不时还来个嬉戏打闹 我过去好怕你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不怕朕了 真不怕了 两人再次开始你追我赶的游戏 还险些误伤了前来汇报的高丽氏 高丽氏表示 李归年最新编排了一套舞曲 邀请皇上前去欣赏一番 李隆基听此 拉着玉环就往玉花园走去 两人边欣赏舞曲边研究乐谱 兴致上来了 李隆基还起身拿过谷剑子 当起了乐团总指挥 指挥着众舞者跳自己改编过的 霓裳语异曲 玉环见此也附和着弹起琵琶 李隆基见此 那鼓敲得越发投入了 玉环也越发有兴致 退去披风加入到舞蹈团 偏偏起舞 那脚弱游龙偏若惊红 恶魔多姿的模样 不管谁看了都一不开眼 李隆基也因此 越来越喜爱杨玉环 从此更加的不上早朝 不管朝政 整个大权都握在宰相李灵府手里 许多官员都看不下去 可李隆基却还在想着 要给玉环一个正式的名分 他们名义上也要做夫妻 宣读完圣旨过后 李隆基丝毫不顾忌 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迫不及待地走下高台 来到玉环面前牵起他的手 带着他缓步向前 时不时还看他两眼 眼里满是喜悦与爱 不得不说是真爱啊 为了庆祝杨玉环终于成了贵妃 李隆基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尿武亲哥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李隆基高兴得合不拢嘴 但坐在角落里的寿王礼貌 却高兴不起来 甚至心都在低血 也是杨玉环本来是他的老婆 夫妻二人也算恩爱 如今他摇身一变 成了自己亲爹的贵妃 这到底是什么事 也不怪他难以接受 可李茂有没有那个胆子 跟亲爹抢女人 即便那本来就是他的老婆 看着玉环嫁给亲爹 他自己暗自伤神 然而还有更难受的呢 按照规矩亲爹策立贵妃 他们这些做儿女的 得一个个上前敬酒祝福 还是那句话礼貌没胆拒绝 哪怕浑身都不自在 他还是带着新老婆上前敬酒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息 好在这时安禄山及时登场 边疆安禄山 祝陛下万岁万万岁 祝贵妃娘娘 千岁千岁千岁 起来吧 你这么大的肚子 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亲民陛下 臣肚子里装的 只有一颗对皇上的重心 要不说安禄山会来世呢 这嘴甜的李隆基龙颜大悦 而到此安禄山的马屁还没拍完 他还表明 在静静的路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绝色仙女 飘然而来飘然而去 他定睛一看却发现 那仙女竟跟杨玉环长得一模一样 接着安禄山就将玉环大夸特夸 说他与李隆基是天生一对 这话说的玉环很难不开心 偏偏安禄山还觉得光说不得劲 起身走下台换了身衣服 亲自跳起胡旋舞 用尽全身力气讨好李隆基与杨玉环 而李隆基见他如此脉力 自然对其印象非常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个只会油腔滑掉的安禄山 却给大唐带来了天大的灾难 当然这都是后话 此时的李隆基只一脸痴迷的 让玉环也下去展示一番 玉环乖巧点头 一曲霓裳与一曲惊艳在座的所有人 画眉流畔说不尽娇美之态 五秀迎风带着万种风情 李隆基直接看呆了 从此只顾谈情说爱 李隆基到底多宠杨玉环 玉环一句想吃荔枝 李隆基便轻飘飘地表示 那好啊 就让四川送点荔枝来好了 哎呦 荔枝可娇了 采下树来 三五天之内还行 时间一长 贵到就跑光了 从福林运到长安 那不早就烂光了吗 毕竟四川离长安的有一千多里地 而古代的交通又不发达 想吃上新鲜的荔枝 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不过这些对于李隆基而言 都不是个事 只要自己的新丹宝贝想要了 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月亮 他也要想办法债 不过这说是这么说 可这一时半会的 李隆基也没想到什么好主意 能在三五天之内就让宝贝吃上荔枝 一旁的杨国中见词 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 开口说道 李隆基听此连连点头 这倒是个好主意 不过玉环却有点犹豫 这法子看似简单但劳民伤财 只为了吃个励志不好吧 但李隆基却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只要能博得玉环一笑 让他干啥都行 于是当场下令命远操办此事 唐朝的快递小哥们开始行动 他们从四川运送荔枝到长安 一路上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总算把两矿荔枝送到长安 李隆基还要让人从中挑出 最大最饱满的 然后再送到玉环面前 骑兵陛下贵妃 荔枝送到了 荔枝送到了 快拿来快拿来 你听说有仙荔枝看吧 你给高兴的 见杨玉环如此开心 李隆基自己也尝了一颗 果真不错 吃饱喝足后 李隆基又带着玉环到玉花园去赏花 玉环在满园春色中穿行 趁得他越发美丽 人比花娇 李隆基的心情也越发好嘛 两人边赏花还边商量接下来的 娱乐项目 玉环表示 这歌舞我都看了那么多 都有点看你了 想看点新鲜的不一样的 李隆基听此直接表示 只要宝贝想要赠就一定会成全 于是一思考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好像在长安 李白他可是位大诗人呢 陈气小的时候读过他不少诗 要是能把他请来 那再好也没有了 李隆基一看宝贝对李白很感兴趣 当即救命高丽是出宫找人去了 而此时咱们的诗仙李白 刚刚和他的忘年交贺之章分开 正独自一人在酒楼喝酒 一听皇上要召他入宫也不慌 甚至连醒酒都不愿去醒 衣服也不换 一副醉醺醺模样就坐上不拧 被抬去了皇宫 不愧是诗仙 行事放荡不羁 不过这些对李白而言都还是小意思 真正狂妄的行为还在后头呢 诗仙李白到底有多狂 他不仅借酒撒泼 还将腿搭在高丽是身上 让他为自己脱靴 要知道高丽是可是唐玄宗李隆基 最贴心的亲信 整个大唐赶在他面前这么嚣张的 也就只有李隆基本人了 李白真不愧是诗仙 初次进宫就敢如此狂妄 高丽是的心里怕是气炸了 不过面上他还是很给面子的 竟真的亲自帮李白脱靴 就连李隆基这个皇帝也甚绝有意思 还亲自为李白喝醒酒汤 李隆基是我的大将军为你脱靴 朕亲自为你调羹 你可真是三生有幸了 三郎我来为他言没 玉环走到桌前开始摸摸 李白晃晃悠悠走到桌前 深深看了眼杨玉环 大手一挥开始创作 哪怕喝得醉熏熏 也不影响得李白的输出 一顿操作猛如虎 倾平调横空出世 诀真诀众人妙不绝口 这李白果然有几把刷子 而李白也很潇洒 直接将手中的笔杆子一扔 蹭着坐下开示品尝宫中的美酒 李隆基对李白那是相当的喜欢 直言让他日后常常进宫赴宴迎师 但李白却没忘记 自己来长安的主要目的 陛下 孔子曰 诗言智 有智 才能有诗 李白 虽为不一 并非迎风弄月之徒 国家大势 社稷兴亡 未敢烧妄言 可李隆基一听这话 都没等李白将话全部说完 就出口打断 主要李隆基一开始找李白进宫 就是为了迎师作乐 讨杨玉环的欢心 然后因为李白的诗确实写得好 而对他有了真正的欣赏之情 可这种欣赏说白了 只是欣赏李白的诗 与国家大势毫无关系 因此李隆基亲自扶住了李白的胳膊 与众心肠的表明 这些诗 朕知道你是个大诗人 诗才盖世 然非官令之才啊 君是政治 钱粮不薄 所知甚少 这话很明显啊 李隆基就觉得李白不是个当官的料 且既然你的诗写得好 那就做个超凡脱俗的诗人好了 我要掺和国家大事 可这番话下来李白瞬间酒醒 自己的一腔报复就这么被扼杀了 他心中不免悲凉起来 脱下一次的锦袍转身离开 直接就过上了云游天下的日子 写出了许多好诗 诗圣杜甫评价他为 笔落缘风雨 诗成气鬼神 著名作家余光中说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酵成渐起 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堂 那今年你有多大的岁数了 记不清了 算起来大概有1200岁吧 这个大言不惭的老头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费了大力气 请回来的道教高人张国 一听他已经1200岁 李隆基那叫一个高兴 毕竟他如今已过天命之年 自然也跟秦皇汉武 外家曾祖父李世民一样 开始追求长生不老 而经过多方打探他找到了张国 张国也没让他失望 飘飘欲仙果然是道教高人 李隆基当即就向他 讨教长生不老之术 张国豁然一笑 这长生之术早在《道德经》中就讲过呀 李隆基听此一脸难闷 讲过吗 朕也看过《道德经》 没发现里面写了啥长生之术 张国听此神秘莫测地表示 李隆基虽然没听懂 但还是摆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连连夸赞张国 好好啊 还热情地邀请他留在宫中 两人可以一起修道 也便随时交流探讨 这宫中好吃好喝又有人伺候 张国自然一口答应 庄模作样谢过之后转身离去 而他前脚刚走 后脚高丽氏便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张国怎么看都是个骗子吗 从古资金哪有人活过1200岁 建议陛下下载个反诈IPP 李隆基听此却笑了 高丽氏一听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还没等他想清楚 就有士兵来报 说突厥骑兵来犯 安禄山仪少胜多 沙敌一万四千余 俘虏两万五千余 马匹七千余 扩大江界方圆八百多里 李隆基一听这话 当即笑得何不拢嘴 高丽氏一脸无语 这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但李隆基可不管那么多 在他看来这就是大大的急诏 于是当即封安禄山为泛阳节度使 这位曾经的杂虎 竟然就这样成为了 大唐十位节度使之一 位高权重 可李隆基不知道的是 安禄山为了贪功 肆意屠杀突厥边境的平民百姓 所谓的俘虏马匹也是硬抢的 扩大的江界里全是水分 安禄山就这样一飞冲天成为节度使 可苦了边疆的那些百姓 更重要的安禄山本人做的奇葩事 还不止这些 他的野心也不止这些 臣下请贵妃娘娘做小臣的妈 陛下贵妃娘娘是九天仙女下凡 小臣有仙女做妈 这个当众任妈的丑男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禄山 他与杨玉环相差十六岁 两人站在一起说是爷孙都有人性 可偏偏他却反过来认杨玉环为妈 为了往上爬 他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正所谓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李隆基听着他一本正经的任妈 笑的是前辅后仰 不顾杨玉环尴尬的脚趾抠地 抠出三事一听 真就答应了这件事 杨玉环一脸不知所措 但也只能认下这个老大 而安禄山跪在地上就开始表忠心 就在这时 杨玉环的几个姐姐闻讯走了过来 说是大老远就听到了李隆基的笑声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李隆基赶忙介绍了下安禄山 并将任妈一事说了个清楚明白 众人瞬间哄堂大笑 三姐杨玉瑶还走上前 细细打量安禄山 而安禄山这个马屁精 张口就喊姨妈 这小人嘴脸把一旁的杨国中看的 白眼都要飞到天上去 而杨玉瑶倒是挺开心 对这个新鲜出炉的外甥很是习惯 甚至当场抛起了媚眼 安禄山一看懂了 当天晚上就偷偷翻镜了 杨玉瑶的屋里 看着躺在床上的美妇人 一屁股坐到床边 张口就开始喊姨娘 杨姨娘 你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姨将军 你别 你不怕 我们胡人 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死都不怕 那你死一个让我看看 只要三姨娘一句话 我马上死给你看 不得不说 安禄山这辽媚的手段有点东西 但就算是这样老马也不懂 身为杨玉桓姐姐的杨玉瑶 什么男人得不到 到底为啥看上这又老又丑的安禄山 不过两人到底是春风一度 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 安禄山穿着红肚兜 满脸陶醉的开始画起大扁 这话却把杨玉瑶逗笑了 当什么宰相啊 宰相也未必有咱们现在过得舒服 再说了要当就当个大的 可惜你是胡人 做不了皇帝 我告诉你 胡人 未必当不了皇上 从这就能看出 安禄山的野心不小啊 且他的小日子也是真舒坦 白天有美貌宫女陪玩 晚上有姨妈陪睡 李隆基怕事也没这么潇洒 毕竟太子又出问题了 他正在哥哥画像前哭诉呢 想着想着李隆基还不自觉地吟诵出 清歌当年写的诗 众瓜皇台下瓜熟子梨梨 一摘屎瓜好再摘屎瓜熄 三摘有可谓摘绝抱慢归 说到这李隆基忍不住哽咽起来 想这些日子 李隆基要不就跟着道士修仙 要不就跟玉环息息 再要不就是听便宜儿子安禄山拍马屁 心情是真的愉快 殊不知便宜儿子安禄山 是个时打实的偷奸耍华之辈 为了贪功弄虚作假残害百姓 河东节度始亡中四得知此事 大发雷霆 当即就想参安禄山 可坏就坏在当朝宰相是李隆斐 他与安禄山狼狈为奸 怕是奏折都送不到李隆基手里 没办法王中四决定亲自走一趟 他快马加鞭赶到京城 可哪知对安禄山真实人品 一无所知的李隆基 竟已经给安禄山升官 如今他已经是 平庐 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时 手握重钉 王中四没法只能找到太子商议 到底该怎么办 可还没等他们想出个主意 李隆斐便有所察觉 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在李隆斐的三寸不烂之舌下 李隆基当即下令逮捕太子一行人 太子一众人是真的挺懵 但是已至此 他们也只能再为大唐做一件事 因此他们不畏自身辩解 只劝李隆基为大唐考虑 除去奸逆李隆斐和安禄山 可李隆基完全听不进去 直接甩袖离开 来到清歌的画像前默默思考 我已经杀了三个儿子了 难道还有伤 一旁的高丽氏见词也不忍心 跪在李隆基身边为太子求情 说宁王在世时向来宽厚待人 当年宁刺死三个皇子便心痛不已 再说了 太子只是参奏了李陵斐和安禄山 并无谋反之意 就饶过他一回 从轻发落吧 李隆基看了眼 跟着自己一辈子的高丽氏 听着他的肺腑之言 思虑再三选择放过太子 毕竟那是他的亲儿子 他也是不忍心的 好吧 丽氏啊 这次我就听你的 当一次父亲 次日朝堂之上李隆基下旨 将王中寺李氏之等人 贬出京城 可李陵斐并不满意这个结果 又屡次耍阴招 最终还是让李隆基赐死几人 至此朝廷内外 再无人敢与李陵斐安禄山作对 杨玉桓做梦都没想到 清姐姐竟然挖自己墙角 李隆基回头 打量着这早就雁鸣在外的小姨子 果真是千娇百妹风韵有存 如今他竟主动送上门 这等美式式的男人都不会拒绝 李隆基当即猥琐地笑了笑 然后一个恶虎扑石 就赢了上去 与此同时 在寝宫中休息的杨玉桓悠悠转醒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宫女 皇上去了哪里 全然不知自己被戴了一顶绿帽子 在得知李隆基在华青池沐浴 他当即就换衣洗漱打算前去伺候 哪知才刚抵达目的地 就听到一阵魔性的笑声 玉桓有点好奇 敲摸摸地向里走去 可越靠近他越觉得不对劲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一股不好预感向玉桓袭来 他快步向前一把揭开帘子 玉桓惊呆了 听着青姐姐与老公的嬉笑声 看着他俩打闹的画面 宛如晴天降下霹雳 但就算在惊在怒 他终究还是没上前打断 而是带着宫女静止回寝殿 趴在床上好一顿痛苦 想他本来是李隆基的儿媳 但却因为长得太美丽 让李隆基一见钟情再见清新 无故世人风言风语 强取豪夺将他弄进宫里 本来他也不愿意 可李隆基对他体贴入微 关怀备至 有求必应 玉桓以为这就是真爱 于是渐渐卸下心房 接受了这段不轮的恋情 可哪知李隆基竟也死心不改 都能跟小姨子一起喜愿央育 玉桓是越想越生气 拿起一只玉笛吹响 就开始打发郁闷的心情 可哪知竟还背 李隆基这个大猪提子阻止 放下吧 凝望的遗物谁也不许动 这是规矩 规矩 你总是这规矩那规矩的 人人都要守你的规矩 可是你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李隆基听此一脸猛逼 我做了啥 你自己明白 风流小姨 鸳鸯汽水 偷偷摸摸的 哪里有一点做皇帝的尊业 李隆基听此契机败坏 自己乃堂堂大堂天子 怎么能被一个女人指责 别敢顶撞朕 这是无意 你是皇帝 顶撞不得 那你处着我好了 来人 把他给我送出宫去 杨玉桓听此也急了 好啊你竟然要赶我出宫 行我现在就走 说着他就头也不回向外走去 直奔娘家 走开 你们都给我走开 什么哥哥姐姐 关键的时候 你们谁替我想过 一个一个都是为了你们自己 我偏不认错 我不要当这个贵妃 废为庶民就废为庶民 宫墙外那么多人就不活了吗 你们怕 我不怕 杨玉桓一不小心 撞见清洁与李隆基偷情 心情郁闷 与李隆基大吵一架 吵完还跑出宫回了娘家 想从兄弟姐妹那找找安慰 可哪知这些所谓的亲人 不仅不安慰她 还纷纷劝杨玉桓不要任性 赶紧给李隆基任个错 回到宫中去 也是自从杨玉桓成为贵妃 杨家人就一步登天 过上了神仙日子 正所谓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 他们不想再过从前的日子 自然也就希望杨玉桓 能一直受宠 跟皇上吵架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做的 事到如今 别耍性子 还是回宫吧 就我们兄弟姐妹 这也就都完了 你还是为杨家想想啊 别耍小孩子脾气 你得为我们杨家 还是得回去 你不能这样 求皇帝 你想想啊 你想想啊 玉桓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 却觉得无比陌生 就连亲自给她戴上绿帽的三姐 也在大言不惭地劝她做人要大赌 皇上总不能只有你一个女人 就算我不上也有其他人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说不定咱杨家还能再出一个贵妃 到那时荣华富贵要啥没有 玉桓听此终于忍不住委屈痛苦 此时她终于看清楚了 这些所谓的兄弟姐妹 到底有多么自私无情 走开 你们都给我走开 什么哥哥姐姐 关键的时候 你们谁替我想过 一个一个都是为了你们自己 我偏不认错 我不要当这个贵妃 废为庶民就废为庶民 宫墙外那么多人就不活了吗 你们怕 我不怕 老公老公靠不住 家人家人更加靠不住 杨玉桓越说越难过 直接开口将这群 道貌黯然的哥哥姐姐 拈了出去 几人见此也只能转身离去 唯有杨国中走着走着又回了头 打算再劝劝玉桓不要任性 可哪知玉桓已经是下定了决心 死活不愿低头 不仅如此她还打算去见前夫李茂 她觉得此时只有李茂这个前夫哥 能给她安慰 杨国中听此当即炸了毛 那李茂不仅是玉桓前夫 更是皇上亲儿子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这件事 杨家怕不是要彻底玩玩 可杨玉桓铁了心要去 我一定要见 杨国中一阵无语 但又怕玉桓私自行动闯出大火 没办法只能随了她的意 只是这次玉桓又想错了 李茂同样不是个良人 她性子怯懦畏守畏尾 虽然出来见了玉桓一面 但却战战兢兢满脑子都是 见了玉桓我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甚至两人才刚碰面就立刻表明 贵妃念念多保证 说完撒丫子就跑 玉桓见此都忍不住怀疑人生了 心情也越发不好 而与此同时李隆基在宫中的日子 也不好过呀 杨玉桓离家出走了 李隆基无比空虚 一群阴阴厌厌围着喂饭 也没啥食欲 还觉得美女姐姐们太烦人 说着起身就向外走去 众位美女姐姐顿时大气不敢喘一下 姜坐在原地 好在贴心太监高丽氏 瞬间就明白李隆基在发什么脾气 说白了她就是想杨玉桓了 但又默不开面子派人去接玉桓回来 于是高丽氏赶忙追了上去 并表明 无愧是高丽氏这台街搭得好 李隆基虽然还是板着个脸 但嘴上迫不及待吩咐下去 也不用点几样 整桌都送去杨府吧 高丽氏听此赶忙行动 很快整桌菜就到了目的地 杨家众人瞬间松了口气 毕竟这都送菜了就表示皇帝 还是放不下玉桓拿 玉桓这贵妃之位丢不了 杨家也不会玩玩 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杨玉桓本人对此也很受用 不过她就没想那么多纯粹是恋爱呢 只觉得李隆基堂堂皇帝 竟然向她低头 果然对她是真爱啊 含羞待气地询问宋菜的小太监 陛下她说什么了没有 高公公说 请娘娘给陛下带一样东西回去 献给陛下一些陛下赐善之恩 我能有什么东西 我的一切不都是陛下所赐吗 说到郑玉桓又抹起眼泪来 可转念一想 黑还真有样东西是她自己独有的 只见玉桓对着镜子拆开发截 剪下一缕青丝 我的一切都是陛下所赐 唯有这个是奴婢自己身上的 往陛下留个尽 小太监双手接过回宫覆密 而李隆基见到头发后 感动得不行 瞬间把之前与玉桓发生得不快 争吵 全部抛之脑后 她现在只想马上就见到玉桓 她要当面向玉桓诉说 自己的思念之情 李隆基听此皱起眉头 是啊 宵禁了 但这可难不倒李隆基 她当即从身上掏出一块玉佩 交给高丽氏 让她拿着这块玉佩打开宫门 去将杨玉桓给接回来 但这是不合理数 可高丽事件李隆基那激动样 终究没忍心拒绝 还是出了宫 且很快便接到了玉桓 看着那熟悉的绝美脸庞 明明才几天不见 李隆基却觉得过去了好几年 她再也不要放手 再也不要让玉桓离自己而去了 长生殿前 李隆基和杨玉桓许夏永生相伴的誓言 这个大臣真凄惨 才刚死就被皇帝抄家 不仅棺材板被砸了个稀碎 就连嘴里含着的叶明珠 都被前来抄家的官员硬生生掏出来 而这位倒霉的大臣 就是大唐开元年间 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 李陵甫 不过李陵甫虽然凄惨倒霉 但落得这样的下场却并不冤枉 想当年李陵甫靠着自己左右逢源 会拍马屁的功夫 成功将大唐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 挤出了权力忠心 间接害得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大人 遗憾病逝 后来李陵甫坐上丞相之位 但他还没高兴多久 李隆基就遇到了真爱杨玉桓 费尽心机将人弄进宫让他做了贵妃 杨家也跟着一步登天 特别是玉桓的族兄杨国忠 直接代替李陵甫 成为李隆基最信任的人 李陵甫自然不悦 跟杨国忠斗的你死我活 可由于杨玉桓的存在 李陵甫虽然手段更加厉害 但却没法彻底摁死杨国忠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往上爬 更重要的是李陵甫年纪大 这一不小心就彻底没醒过来 被针对了许久的杨国忠 立刻抓住这个好时机 参奏李陵甫勾结外敌 杜贤疾能口密附件 建议李隆基从严惩处 还假惺惺地表明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也算是自作自受 不过这么一来 与李陵甫交好的安禄山就急了 当然不是因为老李的遭遇 而是安禄山怕杨国忠 下一个目标是自己 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 一位自保二位将来造反做准备 可李隆基对安禄山的 狼子也心一无所知 他还很宠爱这个干儿子 安禄山替自己两千多个部下讨官决 李隆基一口答应 连政治头脑不砸高的杨国忠都懵了 可李隆基完的正高兴 压根听不进去 反倒觉得是大臣们心胸狭隘 眼红安禄山受宠 不得不说李隆基真是上了年纪 一股紫密之自信 好在陪了他几十年的高历史 还算清醒苦口婆心的劝解 李隆基这才有一丢丢的怀疑 当即借着自己大寿的名义 照安禄山进京 想看看他到底包没包藏祸心 有人说儿臣的坏话 说儿臣要谋反 儿臣 愿在你的面前把心掏出来 在多方人员的努力下 李隆基总算对安禄山起了丁点的疑心 决定在自己七十大寿的寿宴上 试探一下 可李隆基没想到的是 他派去给安禄山传话的纪温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墙头草 而安禄山偏偏还知道这点 于是纪温刚进安府的门 就发现安禄山 用胡人的最高礼仪接待自己 美人美食美酒金银珠宝 成功俘获了纪温的芳心 一字不落地将李隆基 照安禄山回京赴宴的真实目的表明 顺便还分析了下其中的利比 安禄山听着纪温的分析 小眼睛低溜低溜地转 为此安禄山还当场表示 要与纪温结拜为兄弟 纪温自然接受 话说安禄山可真是会认清 前有任杨玉桓为干妈 后有任纪温为兄弟 一般人确实做不到 而既然已经知道 此次宴会的真实意图 所以安禄山一见到李隆基 就立马开始演戏 扑通跪下就表忠心 有人说儿臣的坏话 说儿臣要谋反 儿臣 愿在你的面前把心掏出来 这一举动 不仅彻底打消了李隆基的疑性 还当场让高丽氏宣旨 给安禄山升了关 一旁的陈旋里 杨国忠见此 面面相去 别的帝王越老迈那是越疑心 怎么咱这个不走寻常路反了过来 宴席结束 杨国忠更是第一时间找来纪温 试问他到底是怎么传的话 纪温说谎从来不带打草稿 乱七八糟说了一通 杨国忠也没多怀疑 毕竟纪温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 问了几句后就让他离开 与此同时 听说了此事的老臣哥舒汗 气得想当场撂摊子不干 下属也愤愤不平 最后两人一合计 决定也效仿安禄山的做法 给亲信讨封赏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杨国忠还真就按照 哥舒汗的想法行动 至于李龙基 他对于安禄山与哥舒汗之间的 竞争关系也是心知肚明的 知道他俩谁也不服谁 虽说武将之间太过亲密不是好事 但太过争锋相对互相猜忌 就更不是什么好事 再三思考之下 李龙基决定举办一场宴席 让哥舒汗与安禄山 缓和一下关系 哥舒汗 你个狗娘样的 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安禄山 你算什么东西 柳须拍马的小丑 呸 李龙基为安抚安禄山 封了他当王 可这么一来 同样劳苦功高的哥舒汗 就对其心存不满 主要不敢对皇帝不满 就只能针对安禄山 但两大武将 针锋相对可不是什么好事 为此李龙基举办了个宴会 想缓和下 安禄山与哥舒汗之间的关系 可哪知久过三选 两人最终还是 没能按捺对彼此的厌恶 直接阴阳怪气起来 哥舒汗也不惯着他直接反击 说你要是真没有造反之意 又和拒别人告你的状 哥舒老头 我父亲是胡人 我娘呢是突厥人 你的父亲呢 是突厥人 你娘是胡人 我们是族类相同 都是执心执肠的汉子 今天你说句男子汉的话 你有没有在背后 说过我要造反 如此质问的语气 哥舒汗直接将手中的烤鹿腿一扔 那你也说句真话 你招兵买马屯鸡粮草修建城堡 难道就没有一点亏似中原之意 这话点出了安禄山的隐秘心思 他直接就恼羞成怒 哥舒汗 你个狗娘养的 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安禄山 你算什么东西 柳须排马的小丑 呸 安禄山听此直接掀了桌子 打算跟哥舒汗比试比试 哥舒汗自然也不怕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 金牌调解员高丽氏登场 好一番劝这才阻止一场流血事件 只不过这宴会算是黄了 高丽氏心里很是自责 哀声叹气地去向李隆基禀报 而李隆基并没有怪罪他 主要这是本来就很难成功 所以李隆基做了第二手准备 那就是他打算封 哥舒汗为何希杰度使 且哥舒汗的下属们 也均有封赏 虽然比不上安禄山的封后 但哥老将军心中还是满意的 也能更加心甘情愿的 牵制手握大军的安禄山 可李隆基不知道的是 自从他让安禄山进攻 就已经为大唐埋下了一颗 不定时炸弹 且这炸弹很快就会炸了 毕竟安禄山也不是傻子 他能猜出李隆基封赏哥舒汗的意图 因此宴会结束后不久 安禄山就立刻请求回封地 而李隆基以为自己的安排万无一失 还真就答应了 并赐给安禄山一件黄袍 生怕他没有造反之意 老马看到这 都想将李隆基脑壳撬开 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是水 竟然能愚蠢到如此地步 而安禄山回到封地之后 更加积极地招兵买马训练士兵 为造反做准备 动作大到只要有点脑子的大臣 都猜到安禄山要造反了 可偏偏李隆基依旧不相信 听到这消息的李隆基半天没反应过来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对安禄山那么好 他为何要造反呢 但此时也顾不上想不想的明白了 因为李隆基收到消息的时候 安禄山已经造反七天了 在这七天里他已经连续攻下 定州长山邯郸象州抖地 好在李隆基这人虽然老了糊涂了 但脑子还没完全灌满水 他当即任命安息节度使封长青防守洛阳 仁荣王李婉为元帅 又经吴大将军高先知为副帅东征 然而此时唐朝的精锐边军 大多还没赶回 高先知封长青只得在当地募兵 军队水平可想而知 再加上杨国忠在其中搞事 洛阳终究失守 高峰二人反应很快退守同关 打算打消号战号死安禄山 然而就在这时李隆基脑抽了 一听洛阳失守大发雷霆 再加上监军宦官的诬告 叛了高峰二人的死罪 这是安史之乱的第一个悲剧 而他们一死同关总得再找人去守 可李隆基看好的人选郭子 此时正在朔方镇守 原水解不了近乎 而朝中无人啊 已经71岁的李隆基见死 竟然打算御驾清征 可就他那年纪 连拔出宝剑的力气都没有 而那些陪在李隆基身边的大臣们 此时却还在搞内讧 宰相杨国忠和太子李亨一剑相左 在朝堂上争锋相对 把李隆基气个半死 这话倒还像个样子 且也不是全部都是坏消息 也有好消息 虽安禄山来势汹汹多地沦陷 但中原百姓的士气却十分高涨 自发组成民兵抗击逆贼 奈何就是没有将领主持作战 李隆基实在没办法 只能将双腿瘫痪 早已退休的戈书汉找来 戈书汉虽然不乐意 但也不忍心就这么看着大唐玩玩 终究还是披甲上阵 出发前他戈破手腕将血滴进酒里 与李隆基共影 以此表达对大唐的忠心 爱情 真 既厚望于你了 臣 明白 戈书汉就这样上了战场 可他不知 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 与此同时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今天我 安禄山 朕 一个杂种 一个专门跟野兽打交道的胡人 开天披地头一遭 登上了中原皇帝的宝座 公元756年 一手挑起战火的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自称大燕皇帝国号燕 可正当他洋洋得意之时 前方传来战报 郭子怡从云中南下 已经攻下燕门关 安禄山有点懵逼 郭子怡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可安禄山不知道的是 李隆基脑子进了水 不相信他会谋反 但郭子怡却早有猜测 并做好了防备 因此安禄山刚一造反 他就从朔方起兵 绕到一千多里向东进京 迅速光复燕门关后 又向长山进军 就这么猝不及防的 切掉了安禄山的后路 很快这个消息 也传到了李隆基耳朵 他大喜 李隆基当即就下令 封郭子怡为御史大夫 正当众人高兴之时 又一封捷报传来 严真卿在河北南方 大败叛军 局势越来越好 李隆基与诸位大臣 都止不住的兴奋 某些人也有心情作妖了 说的就是你杨国忠 杨国忠这个军事门外汉 打起了歌书汉的主意 此时歌书汉在同关 同关地形险要一守难攻 因此歌书汉进驻同关后 就加固城防 深沟高磊闭关固守 浩也能把叛军耗死 再加上其余各地捷报平传 只要再坚持坚持 叛军必定溃散 而杨国忠这个蠢货 跟歌书汉有仇 一件形势变好就上眼药 说歌书汉按兵不动 会坐视良机 不要忘了歌书汉也是胡人啊 现在东平郡王反了 谁敢保证西平郡王不反呢 李隆基一听有道理 当即下令命歌书汉出关迎战 歌书汉自然不愿意 并将杨国忠派来的心腹杜前院 拉出去斩首 主要这人奉了杨国忠的命令 几次三番恶心员 歌书汉实在忍不了这才杀了他 可李隆基不知其中道理 听到这是既慌又怒 歌书汉几次上书解释其中的道理 郭子怡 李光碧也上书秉明事情 但问题是李隆基不听啊 歌书汉没法只能带着大军出关 然后在领保平原遇到偷袭 十几万大军白白丧命 仅有几千人跟着歌书汉撤道关西 这是安史之乱第二个悲剧 而安禄山呢 本来粮草军须也即将耗尽 这下好了有人送上门了 再加同关守军死伤殆尽 安禄山轻轻松松 就拿下了这一手难攻的同关 但此时歌书汉还没有放弃 他张榜招揽兵族想再与叛军一战 可惜失败被俘 由于李隆基昏庸无能 做出了一个荒唐决定 导致镇守同关的歌书汉全军覆没 歌书汉本人也被敌军俘获 送到了安禄山跟前 安禄山满脸得意地看着这个 同宗同族的老大哥 炫耀着自己的丰功伟业 并游说他倒戈为自己效力 安禄山表示 大唐的命数已尽 不如重新选一个君主效忠 可歌书汉看着假情假意的安禄山 却觉得非常好笑 大唐都没几天了 你的这个大宴又能好到哪里去 大唐没几天了 你的大宴又能有几天呢 就凭你这白脸狼 想当皇上 狗娘养的 我宰了你 安禄山看着手上的鲜血大漠 直接下令杀了歌书汉 大唐又损失了一员大将 原本大好的局面管了个弯 李隆基有点慌啊 害怕自己小命不保 可就算如此 朝堂上的争斗依旧没有停止 太子李亨抓住歌书汉战败一事 狠狠掺了杨国中一本 毕竟当时是杨国中建议李隆基 让歌书汉不要固守出关战斗 这才导致大军死伤殆尽 同关失守 可杨国中这个军事上的门外汉 耍起心眼来也不差 他一口承认是自己错了 并请求皇上离开长安 毕竟同关都失守了长安不安全了 先保命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李隆基到底还没傻到家 一听这话直接拍桌而起 不 朕不走 朕要留在长安 与叛贼 决一死战 话题就这么被带偏了 李亨自然不乐意赶紧补刀 杨国中身为宰相 劝父皇必退 上有父列祖列宗 下有父臣民百姓 这样祸国殃民的宰相 岂能再用 请父皇 着急免去辞职 杨国中也知道自己此次犯的错太大 这关肯定是保不住 于是硬是挤出两滴泪 哭着让李隆基 将自己送去安禄山的军营 毕竟安禄山起兵的口号就是清军策 杀掉奸逆杨国中 不得不说杨国中真了解李隆基 他这话一出 李隆基反倒不生气了 而是表明 将你 交给安禄山 说得出来 这不是败坏我大唐的国威败坏朕的威德吗 接着他一一数清 杨国中这些年的功绩 然后命远将其拿下 但不管怎么说 杨国中的命是保下了 夜晚 李隆基看着自己 坐了四十多年的龙椅 泪如雨下 懊恼着自己怎么把大唐江山 弄成如今的样子 可哭又有什么用 再说了该哭的是那些因战乱受苦 甚至丢掉性命的无辜百姓 是那些本不该死的士兵和将领 说到底就一句话 李隆基你怎么不早点死 安禄山即将攻破长安 已经七十一的李隆基慌了 赶紧收拾东西带着杨玉环 和众位大臣及其家眷开始逃亡 只是在踏出宫门的那一刻 李隆基终究还是没忍住回头望去 在他的生命中 至少有五分之三的时间 是在这座巍峨的皇宫里度过的 如今竟是在 这般狼狈的情形下仓皇离去 李隆基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可李隆基明白 这一去自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 先不说他这年纪 就说机缘巧合之下 他真的再次回到京城 那又能怎么样 这座皇城不会再属于他了 一想到这李隆基越发后悔 但世上没有后悔要 李隆基只能在御灵军的护卫下 浩浩荡荡地向西撤退 更重要的是 他都已经做出撤退的事 一路上不想着怎么重回长安 还竟搞些勾心斗角 防备自己的亲儿子李亨 毕竟李亨是太子 他自己又犯了如此大罪 指不定李亨就要联合大产 强行让他退位 为此李隆基让高丽氏 将太子妃请过来 跟自己的嫔妃坐一辆车 暗戳戳地威胁李亨 做完这些事天也快飞了 李隆基便命令下去随地驻扎吃饭 这还是今天的第一晚饭 可问题是他们出行太过匆忙 压根就没有带够粮食 杨国中费劲罢拉也就找出几块虎饼 李隆基无语了 这都不够我一个人吃 何况是那些士兵 想了想李隆基想到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宰马冲击 这是自然遭到陈玄黎等老臣的制止 没了马怎么赶路 可不吃也无法赶路 没办法他们只能找附近的百姓借的 而百姓们一听见粮食的是皇帝 纷纷将家中的存粮拿出 李隆基见此鼻头一酸差点就哭出来 都是因为自己的昏庸 让百姓们跟着受苦 陛下创业之处是何等的英明 草民们是知道的 那时候有姚相国宋相国 把大唐治理的一天比一天兴旺 我们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赴 没想到天保一来 陛下变了 忠臣们贬得贬杀的杀 反倒是奸腻小人围绕在陛下身边 百姓的声音你也听不见了 李隆基听着这话羞愧难当 这时他才知道 明心之可贵奸腻之误国 可终究明白的太晚了 他亲自种下的苦果 也只能亲自咽下去 马为颇前 杨玉环他割阳国中 被玉林军团团包围 不料人家压根不搭理他 只是一声令下 数万大军蜂拥而至 强行将杨国中从马上拉下 将长矛穿进他的身体里 临死之际 杨国中十分不服万分不甘 是啊杨国中是宰相 不过这个宰相 不是靠真材实学得到的 而是因为他是杨玉环的族兄 说白了就是靠着裙带关系 一路往上爬 可得不配位并不是什么好事 不说同事看不惯他 就说他自己没能力 却要做些大事 往往就坏事 比如因一己之私害死割书汉 导致同关失守 都城长安也不保 皇帝到百官只能向西逃 杨国中因为杨玉环的原因 也跟着一起逃 到这稍微聪明点的人 都知道要想保命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可杨国中不知道 靠着自己的花言巧语 再次让李隆基 弃重自己就算了 他还对随行士兵呵斥辱骂 这下好了直接激起了士兵的不满 且不仅是底层士兵不乐意 就连上层将领也不大高兴 拼死拼火保护皇帝的是他们 凭什么得到好处的 是杨国中这个小人 副将王司礼找到大将军陈玄礼 说是如今军心浮动 对逃难遇敌大大不利 唯一能做的就是 发动兵便除去杨国中 而陈玄礼也早看杨国中不顺眼 一口答应 接着他们又拉上太子李亨一起 李亨本不想答应 怕得罪亲爹 但此时此刻明星更重要 最终还是选择入伙 接着几人一商议 决定在马维泊动手 而杨国中自然不知自己死期将至 抵达马维泊后 还有兴趣去找和尚算了个命 这和尚也挺有意思 看着院中结芒果子的树 说了三个字 结果了 杨国中一脸茫然 然后就有了开头内遇 可就算是死前 杨国中心心念念的 依旧是自己是宰相 不肯接受死亡的结局 但种什么应得什么果 杨国中的结局早就注定了 而他一死杨氏一族也遭了殃 除了与李龙基在一起的杨玉环 其余人全部丧命 且杨玉环也活不了多久了 安禄山造反一路杀到长安 七十多岁的李龙基带着杨玉环 一路向西逃窜 很快就到了马维泊 而这里就是杨玉环的丧生之地 看着眼前熟悉的寺庙 他不由地发出感叹 真像做梦一样 想到年他第一次离开家前往长安 也路过了这里 一时好奇进去算了命 主持告诉他 人生的起点既是归宿 谁能逃脱生死轮回之苦啊 可那时他才十几岁青春洋溢 并不懂话中含义 如今经历了那么多事 倒有了几分感慨 且心中隐隐不安 而玉环的感觉没错 在抵达马维泊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兵变 陛下 龙武军花变 正在搜捕丞相啊 李龙基大惊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外边就传来动静 六军战士一步步逼近 并高声喊着杀了杨玉环 高丽氏拼了老命的阻力 但此时他的面子已经不好使了 将士们刚杀了杨氏一族 已经杀红了眼 高丽氏真的慌了 李龙基没法只能亲自出门解决 卯足了净呵斥士兵 毕竟也当了几十年的皇帝 气场还是在他 再加上军权至上思想的荼毒 士兵们一步步后退 李龙基见此更加往前 眼看着大军就要退到桥下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各军归队 各军归队 但这次不管李龙基嗓门多大 都不管用了 陈玄礼见状急忙建议 陛下 六军将士为陛下斩杀杨国忠以外 可贵妃娘娘仍侍奉圣主左右 将士们如何能安心西巡护驾 这话不仅吓了李龙基一跳 藏在门后的玉环也吓得半死 可陈玄礼也没想到士兵们如此激进 他以为杀了杨国忠就行 但看士兵们如今这架势 明显是想让杨家灭族啊 群情激愤 重怒难犯 不杀贵妃 贵队的命令 谁能服从啊 而李龙基口口声声说爱玉环 但更爱自己的性命和江山 面对六军将士的逼迫他妥协了 下令在佛堂一死了杨玉环 一代美人香消玉允 动乱也就此平息 就连圣氏轻颓都仿佛因为一个女人的死 烟消云散 大唐还是曾经那个大唐 可真的是这样吗 是杨玉环死的不冤 毕竟是因为他的存在 杨国忠乃至杨氏一族才飞黄腾达 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来 才会做了那么多错失恶心人的事 但追根溯源导致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应该是李龙基 是他强行将玉环抢进攻 是他让杨国忠一路高升 更是他昏头昏脑导致安始之乱的发生 可如今却将一切过错全部推给杨玉环 指责他就是乱世之源 太可笑了 而李龙基竟还有脸为杨玉环之死心痛 好似他是天底下最重情之人 对此老马只能说滚原点 姐姐独美 当然李龙基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毕竟不想当皇上的太子不是好太子 这不在抵达05之后 李亨便立刻与前来接应的大将郭子义 商议登基一室 天保十五年李亨正式登基 视为唐宿宗改年号为之德 而刚一登基李亨就立刻派人 给亲爹送去这个好消息 奴婢李府国 叩见太上皇陛下万岁万万岁 什么太上皇 起奏太上皇 太子殿下到了05之后 在将士和百姓的拥戴下 继了皇帝位 尊陛下为太上皇 李龙基听此差点没气死 虽然早知道自己这儿子不安分 但不知道他动作这么快 更重要的是按照如今的行事 他竟也只能硬着头皮承认这件事 然后等夜幕降临自我安慰几句 可说是这么说 李龙基终究是不甘心 回到长安后又开始搞事 七十多岁的李龙基又要谋反了 明明已经退休成了太上皇 却偏要再次从儿子手中夺过皇位 李龙基觉得自己在位四十余年 跟一些老臣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奋力一搏未尝不可 再加上李亨登基后 为了让亲信上位 将老臣扁得扁退休的退休 他们心中怎可能没有怨言 而李龙基想的没错 这群老头不仅怨还怨得深 同时呢他们也不闯 一听李龙基邀请大都猜到来意 于是纷纷赴宴 毕竟权力这个东西谁会嫌多 不过他们聚会这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去 人李亨现在是皇帝 得消息的渠道多了去 而一听到这消息 李亨当即就产生了些不好的预感 主要他了解自家父亲 那就不是个安分的人 突然召集老臣聚会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可爱于笑到自己又不能将他怎么样 那些老臣也不好一味地打压 想来想去李亨决定 对高丽氏下手 给亲爹一个警告 高丽氏接纸听宣 皇帝赵曰 自而高丽氏 侍奉太上皇多有不周 事功傲上 侵占民产 自免俱儿 右肩门卫大将军 跳骑大将军 内侍总管之职 流放乌州 着际离境 高丽氏接完纸痛哭流涕 自己从小就陪着李龙基一起长大 俩人一起走过风风雨雨 感情早就超越了主仆君臣 如今临了了 却要与其分离 怎能不伤心 高丽氏搀扶着李龙基 来到俩人初次见面的后花园 依依不舍地惜别 陛下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记得 不就在那儿吗 对 就是那儿 就是那儿 你还记着我 非要看看你那小 小鸡鸡来着 回忆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呼得就像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身边人都不见了 李龙基颤颤巍巍站起身 亲手将离未尽高丽氏嘴里 然后轻轻擦去他的眼泪 陛下 我该 走了 我该走了 至此一别 李龙基和高丽氏在无相见之日 李亨驾崩以后 唐代宗登基大赦天下 高丽氏才得以返回长安 但却在回京中途得知李龙基驾崩 当即吐出一口老血 也跟着李龙基去了 唐代宗建他忠心 让他陪葬于唐玄宗太陵 高丽氏虽然也算不上 什么特别好的太监 但是他与李龙基之间的主仆情谊 却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这可比李龙基与杨玉桓的爱情 好客多了 唐玄宗李龙基 终于走向生命的尽头了 曾经意气风发开创开元盛世的他 如今却孤零零地待在 一座破败的宫殿里 靠着看玉桓的画像打发时间 雷雨交加 他便呆呆地坐在地上 拿着玉桓留下的那里青丝 回忆着他们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 又是一夜未眠 好不容易天亮走出房间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玉桓的身影 他颤颤巍巍地追了上去 可走近后抬起那人的脸 却发现压根不是玉桓 只是一名扫地宫女而已 李龙基那好不容易才亮起了眼睛 重新暗淡下来 他失落地转身离去 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进太极宫里 想当年自己就是在这里登基 那场面多么盛大 自己又是多么意气风发 可如今宫殿里珠网密布破败不堪 他自己也勾搂起身躯 李龙基不甘心 他一遍又一遍回忆起 自己登基时的画面 想抓住那个曾经 黑还真就成功了 耳边突然响起大臣们朝拜的声音 可回应他的怎么只有无边的寂寂 李龙基呆愣半晌后挣扎着起身 拿起拐杖想要敲响一旁的月中 却发现怎么都够不到 李龙基不由苦笑 老了老了呀 可下一秒他又颤颤巍巍的 朝着那至高无上的龙椅走去 但他实在是太老了 龙椅又太高 走了没两步就摔倒在地 不过李龙基没有放弃 手脚并用活生生爬上高台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熟悉 又陌生的龙椅 将上面的灰尘蜘蛛网擦得一干二净 然后坐了上去 那一刻他眼前浮现出 闻五百官俯首称臣的模样 画面一闪 他又看到玉环身着凤冠霞配 缓缓走来 在这些美好的画面里 李龙基带着无限的悔恨遗憾 彻底闭上了眼睛 终年78岁 不过要老马说 他要是能死得再早些就好了 大唐还能再繁盛个几十年 那是一首开创开源盛世的他 绝对会成为白月光皇帝之一 可偏偏他活得太久 又一首造成了安史之乱 那样的盛世大唐从此走上下坡路 遗憾可惜恨夹杂在一起 李龙基从此跌落尘埃